的報告 那針對現階段的重點工作執行呢 我們特別在綜合規劃業務裡面 最近呢持續在 的一個業務特別提出來 另外在民調的部分 那過去我們傳統都有針對滿意度 一年做試劑的調查 今年呢除了這四次的調查之外 我們也跟網路輿情呢 做一個連結 另外把這個網路的民意呢 也配合民調做一個統一的收整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針對市政的創新工作呢 也提出了桃園市政府 創新提案的實施計畫 今年呢總共有各同仁 提出了68案的計畫 我們會按照評審的計畫 來做一個評審 在管考業務方面 一樣持續在辦理重大的建設計畫的管考 督促各機關呢 掌握進度 針對今年的重要工程 3000萬以上 然後1000萬以上的這些非工程類呢 我們都有做管考 目前呢今年列管的總共有308案 當然有一些落後 這一部分我們每個月 都會在王副市長的專案會議裡面 來做檢討 其成要調整呢 也有專案的會議 在衛民服務業務裡面呢 有關1999市民熱線的服務品質呢 也在做相對的精進工作 那這一部分呢 每個月呢 平均大概有將近兩萬通 那兩萬通的電話裡面 我想大部分還是以市政諮詢為主 大概佔了八成 那整個市政諮詢的部分 我們也建立了題庫 希望呢 我們這些接線生呢 能夠最快的速度呢 就把民眾的一個問題 做一個答覆 針對整個災害應變的時候 1999也增加了很多縣的克服 希望能夠在災害發生時候呢 提供市民以最快速便捷的一個資訊的提供 另外在市容查報這一部分呢 我們持續的在做項目的改進 重新再檢視了之後 對於整個列管的部分 我們也做改善 希望兩階段來處理 那第一階段 就一日內能夠初步回復的 我們盡量來初步回復 那其他的呢 我們就二階段的 在辦理完成之後 用最快的速度來回復 在資訊中心的業務的部分 那針對我們整個觀光環境的推動 我們特別建置了無線上網的熱點 那從過去的788個免費的無線上網熱線呢 今年增加了四個熱區 包括在火車站 兩個火車站 藝文園區跟中立六合商圈呢 有四個區的熱區 裡面有29個熱點 提供更快速的一個無線上網的服務 所有市府的網站 我們做整個共通網站的管理平台 除了目前少數幾個大局呢 還沒有進來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共通平台裡面 另外在開放資料的部分 Open Data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開放了600 將近700項的一個資訊 那這一部分我們也提供相關的競賽 讓我們的一些民間呢 能夠去運用 我們這個桃園開放的資料庫 在智慧區裡這一部分 也預計呢 大概在10月中 我們就會對外來開放 針對里長的教育訓練呢 目前教育訓練也幾乎到了100% 所以我們相關的這些里長的訊息的提供 查報案情的機制呢 都會在這個系統裡面 做最有效的一個服務 希望未來呢 里長都能夠充分應用這個 這個社會區裡 來 請報告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新聞處的張處長 議長 王副市長 在場的林正鋒議員 游吳和議員 周玉琴議員 林正銜議員 陳立立議員 葉明葉議員 所有的府會聯絡的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在正式報告之前 容我先花點時間介紹新聞處的團隊 首先是這個新聞處的主任秘書 顏子傑主任秘書 新聞聯繫科的李良文科長 綜合行銷科的陳佩穎科長 新聞行政科的周涵璇科長 我們的會計主任 施孟魯市主任 人事主任 黃玉琴 黃主任 好 那這個因為時間有限 我簡單的摘要報告新聞處的相關的業務 那新聞處的業務總共分成新聞聯繫 這個綜合行銷跟新聞行政三個部分 首先就新聞聯繫的工作來講 主要還是針對市長及各位長官的行程 發布新聞 那從今年的4月到9月底 總共大概發布了1233則新聞稿 這個遠比第二名的 六都第二名的新北市的621篇 大概多了一輩子多 那平均一天有6篇的新聞稿的產出 可以說是這個非常 loading非常重的工作 那第二則是針對這個市長跟副市長 出訪的行程隨行採訪 那第三則是說針對重大的議題事件 譬如說今年6月2號國際機場的淹水 那新聞處也做了事實的回應 那比較特殊的事件是今年的7月19號在國道2號發生了不幸的 遼寧觀光團的火燒車事件 那新聞處這個也隨著這個前進指揮中心的開設 那進駐服務 總共服務了包括 包括台灣中國大陸跟國際的媒體650人次 那普遍來講獲得很高的評價 那第二就這個新聞 就綜合行銷的部分 那新聞處從4月到9月 分別針對了智慧的城市 那交通的部分 包括了入屏入唱 道安以及這個已經上路的U-bike 進行的宣傳 那在環保政策的部分 就綠色低碳城市的旗艦計畫 以及這個市民朋友關心的 垃圾週收5日的政策 也進行的這個宣傳 那包括了多元化社會住宅 新動保政策 我們也都不停的在宣傳當中 那在城市的行銷部分 我們持續的發行的桃園制 這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也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從6月開始桃園的觀光工廠 7月開始全台灣的成品 那桃園的各大百貨公司 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這個8月在桃園的16間摩斯 也可以看得到桃園制 那其次則是透過阿桃園哥的吉祥物行銷 那最近阿桃園哥正在參加2016全台PK大戰 這個投票最後兩天 也希望所有的翼座能夠幫忙 目前第二名 那這個獲選第一名的機會很大 請各位翼座也幫忙吹票 那第三則是在這個桃園主題日 市長特別這個透過國際級設計大師蕭清揚 設計了這個榮譽市民的裝針 那也這個頒發給這個今年已經即將退休的 陳金峰桃園市的榮譽市民 那其實包括了這個石門樂氣球嘉年華 桃園蓮花祭大溪文藝祭北橫旅遊節 乃至剛結束的這個地景藝術節新聞處 都協助各主辦局處進行行銷 那第三則是在新聞行政的業務部分 那我們持續落實這個每個月一次的 有線電視機房的查查 那這個有線電視的這個違規廣告的查處 包括了違規廣告這個 這五個月當中採除了六件 那在插播廣告的部分 在這五個月當中採除了八件 總共罰了八十萬 那這個也陸續接受這個 各方面的這個民眾的陳情 在五到從四到九月總共這個接獲了 207件陳情案件 那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也辦理了這個有線電視收視滿意度的調查 那分做上半年下半年兩個階段來進行 那上半年已經完成了整體的滿意度是百分之六十一 那下半年是百分之六十四 那整體來說 今年的有線電視服務滿意度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二左右 那比我們預期的希望百分之七十五 還有一段的很大的落差 那我們也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普及率 那截至這個今年第二季為止是92.95 比去年同期有增加百分之五點二三 那這個最後則是 這個新聞處也承擔了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 這個代表桃園市政府的幕僚工作 那也感謝這個邱議長這個波隆 那在這個桃園市政府舉行第一次的首長會議 那也見證了這一次的合作的契機 那未來新聞處也會在上述的各項工作繼續努力 也希望所有的一座不令得鞭策與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葉明堅議員 以及陳麗麗陳議員 公正十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 我們新聞局的這個局長 新聞處的處長 來我請問你 你剛剛說我們那個提升有限電視的品質 我想這個部分還有這個費力的合理化 我想這個費力的討論好幾個會期 我也沒看到有任何的改變 那你是不是有一個具體的做法 還有你剛剛講的這個提升有限電視這個品質 我看到品質是越來越差 剛好我有私曜跟你討論過對不對 沒有裝這個機上盒還沒那麼糟糕 裝了機上盒的話 結果我們要選台也選不到對不對 而且開關好像理事不爽也沒辦法開機 像這些都是消費者的權益問題對不對 我相信有很多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做法 包含費力的降低 我們談了好多次了 好幾個會期都在談 每次都在談但是都沒有一個結果 我希望你有一個具體的做法 用書面給我做報告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那另外啊 這個什麼電染線啊 這有限電視這些線 它都有的都掛在我們的這個 掛在電線桿上 有的就掛到放那個水溝 跟著水溝走 那這些線都非常的雜亂 而且呢 常常如果一下雨 這個垃圾稍微一卡住 就會變淹水 像這個你要怎麼去做改善 你有沒有去要求業者 如何來做改善呢 跟議員報告 八月的時候 其實水務局已經通過了一個作業要點 那針對這個染線標章 業者如果不清理的部分 其實區公所可以自行的拆除 那而且拆除的費用向業者來索取 那同時新聞處也可以 這個因為這個裁罰是中央的權限 新聞處也可以含請NCC裁罰 我告訴你 這個尤其 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怎麼樣 我想我們那個附近 還有很多的水溝 都是這個有線電視台的他們的線路 經常都造成一些困擾 讓這個稍微一下雨 就有這個淹水的情形 我希望你既然 這是你的工作的重點之一對不對 就要有效率對不對 不能夠每天就是拿出來寫說 我的工作做些什麼 但是寫了半天 每年都在寫 每年都沒有成效 那我希望你們做個有效率的這個管理好不好 也跟我們做個書面報告 讓我們大家清楚的知道 你們的效率在哪裡 什麼時候會做一個這個徹底的改善 謝謝 那研考費那個主委 是 我想請問你 我想你們的工作就是 就是對於各局處的這個計畫 及預算經費的執行率 做一個掌控跟考核是不是 執行率的部分不是 執行率不是你們那是誰 那是主計處 怎麼會主計處 那你們要做什麼 我們是把它列在整個績效考核裡面 是這樣子嗎 是主計處嗎應該不是吧 這個你們要掌握這個進度 那你掌握進度就是掌握執行率不是嗎 我們有在全年度的績效考核裡面的一項 全年的績效考核的其中之一 那也是你們的工作 那我請問你 到目前為止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這個 年度的這個預算的執行率 最好的是哪一局 最差的是哪一局 你們知道嗎 這我要其他的資料再看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 你們都沒有去注意 你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就是各局勢的工作報告的重點 這個照本宣科的超越超 你要去了解一下 你看看 我們你們最好的這個 目前這個進度最好的 我看就算你們粉飾太平的說法 就是用什麼 累計分配數來說好了 這還不是總預算 累計分配數來說 因為這個分配有時候是年初分配的比較少 對不對 這個年底的時候會分配比較多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你用粉飾太平的這個 這個寫法 你們的文化局 到目前為止 你們的質詢力 這個才60.44% 那還有你看 你看文化資產的部分 你看你編列了1.86億 在你分配的 分配的這個金額裡面 你才完成 才完成多少 才完成613萬 等於說你的質詢力 5.52% 你像這些 你是不是應該要掌控 是不是該你們要掌控的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 預算的執行 他分配 對嘛 預算的執行力 就是他的工作嘛 對不對 進度嘛 各項工作的進度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也是各項工作的進度 他進度到目前為止 才5.52% 那你說 你們該不該掌握 該不該監督 該不該負起責任 是不是 這個主計處有在考核 另外跟議員報告 這個執行力不代表 他工作沒有做 他是最後付款的動作 所以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們資金系統 我們都是開發完成之後 你再怎麼樣付款 你再怎麼樣 也不至於100%的比例 只有5% 你現在才付給 好 你現在才付給人家 5點多% 那我請問你 剩下3個月 還有95% 你怎麼付 對 這個要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數字嘛 你不要用這個數字 來這個 來在歐陽 在欺騙社會大眾 好不好 事實上有沒有做 你們有沒有去做監督 你們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好幾個局勢 好幾個各局勢 他們的那個 那個執行力 用這個分配率來講 都才30幾% 10幾% 這個你們都要去掌控的嘛 就他們工作的 你們要去掌控的嘛 好不好 我想 你們工作都沒有去做好 只是 只是在管管這個 管那個管了半天 也沒有做好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 要多加油一下好不好 是 那你 謝謝 好 請問一下那個 研考 研考 是研究考核嘛 對不對 對 至今有沒有研究過說 市民卡為什麼到目前發卡 持卡率這麼低 有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我們每天都在研究 每天都在研究 不過目前的持卡率應該不算太低啦 還不算太低啊 對已經花了快70萬張 這個在全國來講是 70萬張 佔我們的人口數213萬來比的話 不算是很普遍的 而且我們覺得說 這個用到這個市民卡 你們想把這市民卡的功能 給它擴大到無限的感覺 好像它無所不能 那如果說這個能夠這樣子 無所不能的話 那這張卡非常重要 絕對不能丟掉 但是呢 它的功用 到底有沒有讓人家 這麼樣子來發揮 我覺得你們這個研考 要去研究一下 研考研究一下 特別是我問一下朋友 他們說悠悠卡 我用悠悠卡好方便 市民卡不喜歡 有申請不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 要去研究一下 不然的話 人家說這個悠悠卡 很方便的坐車 停車卡刷卡 什麼都很方便 可是孩子可不可以擁有 不行嘛 對不對 大家都亂刷亂刷 那還得了 所以說 一直在強調市民卡的這種吸引力 我想說 哇200多萬人 大概有起碼有150萬人擁有 結果並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以後會有 以後市府所有的服務跟福利 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另外就是說 你們說 各局處辦了什麼事情 你們也都會做一個研究 或是說建議 像工程方面來講 你們能推動 修訂重大建設計畫 這個要點裡面還有 增列了 增列了 執行機關 如果因這個公共 趕工的實施要點 發給廠商 趕工費用 是不是你們這邊修訂的 還有呢 行政機關呢 要給這些工程人員 發給他 績效獎金 如果說是這個執行機關 達成率呢 達到百分之十以上的話呢 結案前期限 比例達成百分之十以上的話呢 還得申請提前結案獎勵 這都是你們研考研究出來 建議要修訂的是不是 對 報告議員 是不是就好了嘛 對 這是你們提供的內容啊 你不太確定 我們還是會尊重公務局 但是我請問一下 我們盧竹區啊 那個忠孝橋啊 正在擴建 是 結果呢 這有朋友 還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說為什麼每天塞車啊 結果呢 我們也很好奇啊 那經過我們呢 認真的去了解之後 我們發現說工程單位啊 廠商啊 他們呢 的這個科目裡面啊 竟然有這個宣傳的費用這一項 表示說 他這個宣傳的費用的這個使用啊 他這個宣傳的通知 或是海報文宣 沒有做得很落實 特別是我們那個大樓林立啊 很多人上下班啊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塞車 幹嘛又又又在修路 都不清楚原因 所以說啊 你們發這個什麼績效獎金啊 結案獎金啊 在這個落實廠商 申請錢啊 有這項科目 他拿了這個補助 可是他並沒有很落實的 去發這個宣導的文宣 你們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好 這個家維計畫的宣導的部分 可能要很讚 你這個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不然給廠商隨便請這個錢 就請走了啊 結果人家搞不清楚 這個科目 竟然有這個宣導科目 他沒有做這一項的宣導 這個是我們替你找出答案 是謝謝議員 謝謝 另外剛才那個新聞處 剛才那個議員有提到說 那個很多的這個 有線網路的這個 這個電線啊 不管是電線桿啊 掛在電線桿上或是在水溝 最明顯就是下雨的話會塞 會煙 那像這樣的話 區公所有沒有責任 我想問一下 區公所其實是可以要求廠商 應該可以吧 對 如果他沒有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正峰林議員 以及李柏榜議員 共用10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想請教我們新聞處門 張處長 新聞裡有幾則 媒體曝光有幾次 就很重要嗎 我想那也是同仁 努力工作的表現啊 我看我們應該是對於地方建設 有多少做宣導比較重要一點 這個也有在做 那我覺得你 你這一年來是 你的新聞行銷的報告多 還是設計設的報告多 蛤 是新聞行銷的報告多 還是市政建設的報告 新聞報導比較多 建設的比較多 有嗎 有啊 對啊 包括陸屏陸唱啊 陸屏陸唱不用罰 最基本的嘛 重大建設才有用嘛 對不對 陸屏陸唱基本的要做的事情 平常要做的事情 像吃飯一樣要做的事情啊 我們也會配合 暴露陸屏陸唱 你就是沒有前途了啦 我們也會配合各項重大的市政建設 來做宣傳 看不到你知道嗎 我們會一一推出 包括年底就會有社會住宅的行銷 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12月會開工 我們會配合那個 那我再請教你 什麼叫銜接區域治理平台 創造資源整合的中下 區域治理平台桃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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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合作大家共同好 135都來比 比我們差的一個縣市來比 跟那比不會進步的 我們沒有說誰比較差 但本來陶族竹苗就在歷史區位上面有一定的共同的淵源 歷史區位是一個代表對不對 我們要是建設我們要發展 所以跟雙北市來比 合作議題都有 雙北市我們也有不同的機制在合作 那你就跟陶族竹苗綁在一起對不對 你們要陶族竹苗當老大 去來山做老大 沒有啦 大家不用說誰是老大 不是啦 我是跟你講說 你要比跟我們進步的縣市去比 你跟雙北市比交通嘛 比行政嘛 比社會福利嘛 這樣才會進步 你的目標定在比我們差的縣市怎麼比得出來 我們沒有跟他們比啦 我們是一起合作啦 合作什麼 包括紅火椅啊 紅火椅你跟他合作 沒有啦 我跟你解釋一下 包括北區健保總的幾副的差距 北區就是陶族竹苗 現在全台灣就北區陶族竹苗 一個人繳一塊錢 只有0.8幾塊的這個健保的補助 這個不合理不公平 全台灣最低 不合理我們自己可以去爭取嘛 合作才有力量啊 北區就是陶族竹苗 不是 我們跟台北市新八市這樣啦 你那個師傅我是不認同的啦 真的講 這個也是在幫市民爭取福利啊 你跟他比你不會進步啦 沒有在比大家合作啦 不是啦 你跟陶族竹苗在一起翻轉 一個新時代嗎 什麼翻轉 陶族竹苗 陶原是有航空城計畫 有亞洲系譜計畫 對新竹可以連接科技狼帶 我們有台北港跟國際機場啦 我們很有潛力 你跟新竹苗栗去寫觀光啦 其他不要比啦 觀光啦 觀光我們也有合作 對啊 建設不要跟他們比 建設我們會比他們好啦 真的 對啊 你比觀光啊 一個另外一年觀光會多少人知道嗎 觀光我們也有合作啦 真的 我真的講 浪漫台三線計畫也是貫穿陶族苗 使用處的重點 不要做一般的行銷啦 建設的一個行銷啦 這個議員常常提醒我 這個我會銘記在心 謝謝 我們出現態度 請坐 謝謝 請教我們那個 邱主委 恩卡會 是 議院長 你的報告裡面有說到說 我們對社團的 民間團體的補助 要建立一個 系統來做一個整合對不對 調查對不對 對 因為一直有議員反應說 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需要 效率很好補助很夠啊 前台灣補助最多就是台灣 台灣是 社團補助 全國第一名 我希望你做一個報告給我 是 就是103年 104年 我們政府 對所有社團補助 總經能是多少 103104 兩年就好 這個資料目前沒有 這個系統要到 資料有啊 各單位整個出來就有了啊 你既然要去做這個補助系統的整合 你要先做出來啊 不能怎麼比較 前面的資料 我們來協調社會局來提供 說真的講啊 還有你們說 要加強委託研究計畫 先去審核 並追蹤研究成果 我請教你 我們虎頭山的規劃 何物我們需求嗎 虎頭山 今年沒有 風景區啊 哦 風景區那是前任的 你們知道要去追蹤嘛對不對 何物需求嗎 有那個現在 我跟議員吧 虎頭山風景區現在已經通過了 通過我問你啊 在桃園門都會裡面 畫700公頃公園 你有辦法開發嗎 畫風景區不一定要大面積的開發啦 那你畫幹嘛 目前這裡面我們有 不會去看就好啊 沒有啦沒有啦 風景區畫了以後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個像民宿就可以來做啦 民宿你只能做250個房間而已嘛 600公頃嘛 我比你更熟啦 或許你還沒有經濟狀況的啦 沒有民宿五間啦 是特色民宿才15間 我知道啦 對啊 600公頃 那是休閒農業區啦 對啊 休閒農業區最大 在600公頃 你給我作為規劃 湖頭山公園有沒有辦法開發 給我作個報告出來 可以嗎 可以啊 今年要開發完成 我來督促管理局來做 沒問題 台灣市都沒辦法開到湖頭山公園啦 土地利不再出去了 那個市長有宣示過 那個就是一個綠袋 先試沒有用啊 再兩年就下台了 先試什麼 不是啊 公事之費的 這樣一個環保的角度來開發 你給我作一個那個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您議員 張處長 議員好 市長 我想在有限電視的一個 滿意度的調查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你所提供的一個數據 那我覺得這個數據 真的如果要讓我們所有陶淵市民看的話 他們一定會搖頭 為什麼 就整體的一個表現呢 他們是整體滿意度是61.26% 不過就南北 南淘北淘北淨相對比較的時候呢 北劍都及格 但是南討是不及格的 那我想在接聽的速度以及其他的表現部位 也都是在及格的一個邊緣 那這樣的一個數據 局長你認為這樣的數據你認為你會接受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去年費率審議委員會在審預算的時候 有一項很重要的附帶決議就是 就是今年度的收視滿意度整體平均要到75% 否則要調降費率 那也因為如此 這個市長也早就已經指示說 這個新聞處要研擬調降費率的方案 那也跟議座跟大會報告 這個調降費率的方案我們在9月底的時候 已經收到三家有限電視業者的財務報告 那我們會先跟這個費率審議委員會的會計師代表 兩名先做一定的研究之後 在費率審議委員會上面提出來 好 那個 處長我想 比較重要就是說 包含的新北包含台北 包含的我們的五度 其他的五度的部分的一個收費的標準的部分 也應該做為我們收費的一個 我們將來調整一個參考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請局長再多做一些努力 那麼另外就是說 因為在經常的斷訊的部分 到底他們對我們所有的用戶 又做怎麼樣一個補償 這個部分是不是 處長也請稍作說明一下 目前斷訊處理的機制是這個樣子 就連續24小時斷訊 就會每天計價來扣費 那如果超過10天 就是扣整個月的費用 那比方說以這次煤基颱風來舉例好了 總共大概影響了全桃園超過10萬戶的收視戶 那在這個路上颱風警報 這個解除之後的24小時內 就要完成復訊 如果沒有完成復訊 如果是因為台電沒有復電的因素的話 那就等台電復電完成 這個24小時內一定要完成復訊 否則就開始扣費 好 那處長我想 這個都是有關到實用戶的一個權益的問題 所以請處長這邊能夠稍微關切一下 我們有限電的所有的運作 另外就是說我們一個住家 目前是有兩台的一個所謂機上盒的一個免費的使用 但是如果說我們以一個住戶 一家的一個使用的情形而言 應該他的平均量不是兩台的免費 所以我是認為說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去調查出 到底一個一戶人家 他的一個基本的需求是多少戶 作為所謂的機上盒裝置 因為在過去類別的時候 可能我家裝了十台電視五台電視 那就是還是使用一次的一個倍率 但是我們現在是兩台免費 但第三台之後要付費 所以這一點可能請處長這邊稍作調查一下 然後那為我們市民做一些權益上的爭取 好嗎 好這個說明一下第三台以上是押金 如果核資沒有換退出 會規劃 不過議員的職業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林立林林議員 邱樹恩邱議員 余吳和議員 黃景新黃議員 方剛翔辦議員 陳志文陳議員 還有郭立華郭議員 以及彭敬豪議員 八位議員共用四十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首先請教我們新聞處 議員好上 張處長 張處長 自從你上任以來 我是覺得說 我們桃園的能見度有加強 因為你都有 常常這個市長的行程 或是說這個市長到有什麼政策 或是什麼 你都透過這個臉書 還有以及這個桃園市 這個大小市發布出來 讓我們的桃園的這個市政 或是任何的經辦事項 都做到能見度非常的很亮 非常的好 那現在我要請教你 大家都一直在講說這個 這個收視率 有線電視的收視匯率 需要調降 那不曉得 您有沒有這個調降的這個意思了呢 我覺得喔 剛剛前前我剛才報告的 去年這個肺率審議委員會 其實是有點把 三家有線電視業者留效查看 他們雖然這個維持了530的肺率 但是他們調降了這個 裝機費 分機費 跟負機費 現在桃園的裝機費 分機費 負機費 都是六度第二滴的 但同時呢 他們也要求 三家有線電視業者 今年要全部送 這個數位實驗區計畫 那滿意度要到75% 那低收入戶的 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裝機費都要全免 等等的附帶決議 那今年的滿意度 這個已經出來了 上半年是61% 下半年是64% 平均是62% 沒有到達 有線電視肺率審議委員會 定下的75%的標準 那市長也 這個要求新聞處 沿你降價方案喔 我想這個 有線電視肺率審議委員會 預計要在11月底 召開第一次會議 我想他們會做出一個明智的決定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到 這個降價的這個階段 但是就是說 對於這時候 其他的補助 或是其他的收費 有比較低一點啦 所以說也是相當的 也是有給我們的民眾 有這個優惠的意味啦 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 因為桃園的移路人口很多 所以調降的裝機費 那些其實也是有幫助 我們這個目前我們這個推動地下化 我們這三家電視有線電線電纜 是不是有配合我們公務局 做這個管線地下化的這個政策 跟議員報告這個電纜地下化 不然電上都掛線掛的那麼多 對 這個山路路底 其實他的維修成分比較低 因為比較不容易損壞 也比較不會受到颱風停電的影響 那目前全桃園大概有寬屏管道的大概有667公里 那三家有線電視業者大概進入了431公里 那也就是說有的一直去的大概60%左右 我覺得 我們也盡量要求這三家有線電視 我覺得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還可以再加強 一方面是勢容 一方面是說這樣對他們來講的話 也是損壞率會比較少 對收視訊號的品質也比較好 好 謝謝主長 謝謝議員 那來請教我們邱主委 邱主委 你那個發市民卡 我們內政部也有預計在107年度 發行這個電子身份證 那我們市民卡有沒有怎麼樣配套的措施 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我想在中央統籌規劃期間 我們會參與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一些做法跟他們討論 最好能夠整合在一起 就不用讓民眾又要拿一張身份證 又要拿一張市民卡 不過這我們會努力 但操支在中央這一部分 我們比較不敢保證 不過因為桃園做得很好 我相信他們會重視我們的意見 謝謝 謝謝 希望我們這個 編考會做加油 謝謝 謝謝 針對新聞處,我有一個稍微的問題給你證明 就是針對說剛才過例的問題,我想大家都在討論過 那麼這次的梅基颱風,受到影響的很大 那麼電線、停電的就三十幾萬元 相對的,就是收視的部分,也是有斷訊 那麽因此,我有證明一個顧問 就是說因為停電也好,突然間電腦也好 電視才去收掉 電視啊,主長你聽不懂? 我聽不懂 電視我去收去,結果呢,叫優雜電視來處理 叫不來 甚至說運收的費用,我們也要這個個人自己來討論 我想對這個個案,我們也在未來 討論到優雜電視台,過率的問題的時候而已 我們也要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好嗎? 好,這個過案,我們會後才來瞭解一下 看是什麼狀況 好,好,來 來,一位 你剛才先接的嘛 是 你請坐,你剛才先接的嘛 對 我請教你 我們一年啊,公務人員 放假放幾天 放假? 啊? 一百一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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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跟你說齁 公務人員很辛苦 剛才蓋不可以到外面 但是啊 相對的 因為放到放太多 帝書公 上班的時間啊 也很流行啊 很多很多這些費用 要來找公務的時候啊 那麼 也要看事又看日 這樣你聽到嗎? 不會啦 我們都有業務代理 所以說我 我再次你走到 走到什麼 如果在中途 十二點到一點 哪有吃飯的時間啊 我局勢 甚至有人啊 留守在那裡接電話 這 阿拜要練你 考核的一個 一個其中的項目 要練完美 好 這個我們來看你 我剛才在處理 服務人員先生而已 十二點 哇 哇效應 卡到下去沒人接 甚至說啊 這個要找人 找沒人 哦 我相信這是很多八十 對我們 政政黨 我們也要找一個 囚禁啦 找一個訴求啦 很多你上班的 這個工廠上班的 他 要利用 放課的時間 在中午的時間 啊來到管政府上班 來聯絡 結果呢 在那個系統裡面 啊 這個這個這個 聯絡不對 我剛才說過 當然 公務人員請辛苦 但是啊 如果說可以 勞秀啊 給他 這製造化起來 給人 八十 要來頂請的時候 要來找 服務的時候啊 找人 我相信這 絕對可以提高 我們的市政的 滿意度 這樣好嗎 我給你報告 如果有第一線 設櫃台的 他是不應該有休息的 不應該人都跑掉 這部分我們來督導 啊其他的單位 我們會配合議員 剛才講的重點 來要求 是 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那我想就較於 我們這個新聞處 張處長 議員好 我想很多議員都非常關係 我們這個 有線電視的這個 費率 都一直希望 強烈的要求 能夠來調降 那剛才 也有幾位議員在談到 就是說 你們有做這個 問卷調查 就針對於他們的 滿意度 只有61% 62%左右嘛 那我想之前 我們那個 在開會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說 有一條就是說 針對這三家業者 桃園市政府 在執行 105年度 系統業者 服務品質 即收視戶 的這個滿意度 調查的整體表 那個滿意度 要平均達到75% 這樣才能是做一個下一個 階段的一個 調降的一個基準嘛 那如果說 以現在你這樣 滿意度的這個調查 這兩次 要調幾次 才算是最終的一個結果 已經調查完了 我們那個 所以等於是 明年有2到6%的 這個調降空間 對嗎 對 你能不能很肯定的說 你說肯定的說會調多少 調降 一定會調降 市長是有指示要原理調降方案 因為你的75%已經定好 那你有2次的這個滿意度 也未達75%嘛 對 所以這個調降的空間是 勢在必行啊 我認為應該有很大的機率 有調降 黃副市長 既然已經滿意度已經調查過了 對 我想調降費率 我們比照很多的這些 業者跟很多的這些直轄市裡面 桃園市真的是有很大的調降空間 對 一定要服務不好 當然就有調降空間 至於細節數目 可能還要再去討論一下 反正全民就是希望要調降就對了 對 但是他還要配合我們的這個市政府的一些 施工的一些 不管是 到我們的共同管溝裡面去 這個請他們一定要配合 否則上面也掛線 下面也那個也覆掛水溝 也還沒有完全那個清除完畢啊 對 這個是一點喔 所以拜託一定要調降 這是一個訴求 這簡單說一下 另外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邱主委 就是市長他也曾經指示我們的1999 就是包括我們這些坑洞 或是路燈的這個 有民眾反應的話 希望能在四個小時之內 能夠來做一個處理的一個機制 但是我們這個研考會到105年8月1號以後 我們是責定15項跟市民切身相關的這個 事項來做一個處理 那這中間當然包括路燈的一個故障 路面坑洞 路面不平整 水溝蓋的維修 公園設施損壞 路數 傾倒 交通耗製故障 耗製感的一個這個側溝 有惡臭情形的一個處理 或是違規的這個廣告物張貼 那路面的這個有油漬的部分 等等大概有15項的這個業務 那我想請問一下 針對於我們市民 他播我們這個1999的專線 一個月平均一個月大概有多少的一個受理案件 報告議員那個1999一個月大概兩萬件 一個月兩萬件 那針對於我們研考會你怎麼樣來做管考 對於民眾認為說你們的答覆不滿意或是回覆的內容不佳的情形之後 你們又怎麼樣來做一個改進的一個機制 對我們基本上第一個他是進來以後 如果是我們自制的一些問題 我們會在系統直接回覆 然後再派到各單位去的時候 他會轉到市民 我們的市民專線 轉到我們的城市政信箱專線 市政信箱又按到他過去就是三天的要求跟標準 市農查報剛才議員提的路燈路面平整坑洞這些我們是四個小時要回覆 然後如果沒回覆好還有第二階段我們會繼續追蹤 我希望現在民眾已經很普遍會用這個1999 那針對於兩萬件的這個民眾會撥打的 表示說大家已經很習慣這個 但是你的要滿意度要讓市民能夠很直接感覺到說 市政府真的有苦民所苦 這裡面八成是市政諮詢 市政諮詢 另外針對於我們的這個市民卡我再請教一下 現在有一班卡11萬張 學生卡36萬張 近老愛心卡及愛培卡15萬張 員工卡6萬張 這樣大概70萬張 那我們70萬張 我們說要結合我們桃園市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店家 能做一些優惠的一些措施 請問一下現在跟我們的這個市民卡結合的店家有多少家 官員目前有650家左右 那這裡面大概因為他們都多多少少折扣 可是誘因似乎還不是很強 那目前我們配合金發局 有在想說對於付款這部分 他們希望結合信用卡 這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大概都有在做這些方面的一個 我希望你能夠讓民眾 感覺到這個市民卡的一個便利性 然後我們出門的話可以是一卡多用 那一卡多用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你這些店家的部分 能不能讓我們有更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讓民眾能夠更普遍要來使用它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有有 議員 其實最主要市民卡還是用在市政的服務 跟市政的福利 這部分我們盡量鼓勵他用市民卡 剛才商家結合這部分 當然也是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剛才報告說有600多家其實是不夠的 那這部分我們會 其實基本上要跟商家做一些相當的合作性 我想他有利基 我們民眾願意用這才會有效果 那這部分我們剛才有在講說 希望你們再多加油 好 謝謝 郭立法 郵合議員 好 謝謝議員 來 謝謝主席 來 員考的部分 是 郵議員 好 在持續推動跨區服務 節省洽工時間與金錢的部分 那區公所本來就是他們的業務 那你做這種跨區的服務是很好 但我希望說你們在這邊能把它控管好 要確實 那第二點就是說 辦理重大建設計畫管考 督促機關掌握進度 在重大建設計畫進度的管控上 也要確實 第三點就是說 都處理議會交辦案件 我對後面這一句話 希望讓大家廣泛一點 不要太狹義 強化府會關係 這我們是做市民的建設 不是說純粹只有說 這個強化府會關係 那我在這邊建議一點就是說 我們所提案的 跟市府回答的 我曾經在議會表示一點就是說 中正東路的拓寬案 你幫我記下來 他的回答都不確實 市府這邊 我舉例這個案件 你幫我查一下 好 好 謝謝請坐 來 新聞處處長 剛剛才要跟你學熱而已 你電話這麼不熟 跟你按個讚 處長要有ガス 做新聞處的處長 尤其是在我們淘積淹水的時候 在第一時間 人家要把這個帳 賴到我們頭上 你趕快跟他反應過去 不是普新西潰體 是他們的工程結構出的問題 所以說 在辦理新聞處這方面 我們就是要斬丁截鐵 翻臉真相 讓人民知道 那我在這邊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有線電視 他的掛線問題 尤其是我們沿海 你像盧竹大園觀音清烏 這一些 他們所有電線桿 以前都是掛臺電而已 現在半中間 全部都是掛著有線電視 還有廣播系統 監視系統一大堆 那颱風一來 我們那東北季風又強 颱風一來 電線桿搖晃就大了 他的自動跳電系統 馬上就跳掉了 所以說每道颱風 我皮就戳了蛋 每一個颱風 我最起碼要忙五天以上 日以季夜一直追 一直追一直追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剛才我們議員同仁講說 他們有的時候 跑到水溝裡面去了 那我們當然也有這種現象 他是一個盈利的事業單位 至於他的掛線要怎麼掛 他們自己要去想辦法 你像說 現在掛在台電的電桿上 那以後地下化的怎麼辦 他們全部都掛到水溝裡面去嗎 那要影響到我們行水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地方 我希望你跟有線電視的葉子 要讓他們知道 這個事業在做 你要有前瞻性 往後的路 你自己要去走 不是說 行這個方便 搭便車的方式 你像我們的電線桿 這次的颱風 那當十條山 有九條是有線電視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 你跟葉子加強溝通好嗎 好 這個跟議員報告 這個沿海地區啊 因為風大 然後沿海蠻嚴重的 其實去年蘇敵樂颱風的時候 這個斷線就斷很多 包括台電有線電就斷很多 那這一次在南桃園地區 當然還是有線路斷掉 可是因為去年蘇敵樂之後 他們加強了新的工法 固定的工法 線路的強度 所以今年雖然這個梅基颱風 造成停電的戶數 創下這個新高 可是整體來講 這個恢復訊號的速度 跟斷線的速度的頻率 是稍微少一點 那我希望新的工法能夠用到大園的地區 市長我跟你說 我最近沒有跟你麻煩是怎樣 因為在頂年度 我跟你說過之後 他白見白頭 對話窗口 我們就直接有對話窗口 所以說我一邊齁 我一直賣他們的電線 落下來齁 我一直賣給他一直賣給他 我走到哪邊 我看到哪邊我就賣給他 他們就馬上要處理 所以說他的工法有沒有改善 我最知道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沒有感覺 是 我也跟議員報告 明年度新聞處跟公務局 道館中心有合作 我們要列印標章 包括天羅帝王 有線電視 五種系統的標章 我們目標 每五百公尺貼個標章 然後趁著貼標章的時候 我們順便做速限清整的動作 OK 你請坐 謝謝 來 副市長 不好意思 我現在不跟你說 跟這兩句沒關係 說這次放胎 這個路燈損壞得很嚴重 那路燈是區公所的權責 但是在災害後的搶修 我們市政府這邊 能協助 不要說都處 協助區公所 看如何快速一點 把這些路燈 趕快恢復 好不好 我叫幹部局的養工處 你像我們導演 對 一台車兩人 對 你一台車兩個人 你要讓他把這些路燈修復 那真的是時間要很長了 現在又很多人 現在都民眾一直歡迎 民生用電已經有了 現在就是路燈問題 好 那我們市政府這邊 趕快跟區公所 看如何來協助 來處理好不好 拜託 好 謝謝 在這邊請教 就教理我們那個新聞處 議員好 我想在你的工作範圍當中 有關於我們的那個 有線電視的一個監督管理的一個 相關的機制在貴單位 那目前來講我想爭議最大的 無非是第一個就是肺率的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斷訊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有線電視一個染線 亂制的一個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一句像我剛剛提到這三點 新聞處有沒有一些那個監督機制的辦法 有沒有一些提升機制 或擴大一些相關的監督機制 跟議員報告 這個肺率的部分我剛剛有報告過了 這個沒有達到肺率審議委員會的標準 市長也有財事說要沿你降價的方案 那我們現在已經收到三家業者的財務報告了 那已經在跟會計師們討論這個降價方案的幾種方案 那會提到肺率委員會去做一個討論 那第二個這個染線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有跟公務局跟水務局合作 那水務局的部分在這個染線放在水溝的部分 這個水務局已經修訂了新的辦法 如果不配合清整 區公所是可以減掉他們的染線 而且由系統業者自己負擔這個費用 那新聞處這邊也可以這個韓請NCC 對有線電視業者進行財閥 6到120萬不等 那這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這個我們跟公務局的合作 所以明年我們會印製這個各種線路染線業者的標章 那以每500公尺貼標章為目標 因為我想所有的藝作都知道 常常遇到染線陳情的時候 大家都揪一堆人去現場會堪 然後在那邊揮公 這是誰的線那是誰的線那是誰的線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友善的管理喔 必須從源頭開始 我們先認清楚這個染線是什麼東西之後 我們才能夠進行有效的管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公務局盜管中心來合作 由到網中心來統籌辦理 好 那有關於斷訊的部分呢 因為每次喔 像是不管是天災那不用講嘛 但是前一陣子是因為修路的問題 那目前來講的話 像你說有24小時斷訊的 當然有一個相關的一個機制辦法 是在裡面沒錯 那但是現在目前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它不是或連續斷訊24小時 它可能斷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中間又恢復收市 然後又斷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樣造成收市戶非常非常大的困擾 那針對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何跟有些業者來去做這方面的協調溝通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 來保障我們用戶的一個權利 對這個但這個問題喔 是否連續24小時才能夠退廢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有跟桃園的幾名立法委員討論過 因為這個是一個法律授權的問題 在有限電視廣播法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第53條 有規定說如果影響收市戶權利的時候 可以進行裁法 但這是一個模糊的法律概念 那如何落實到定型化區域裡面去 這個我有拜託這個我們的立委喔 在立法院的時候 針對NCC也好 針對交通部也好 來提出一些質詢跟詢問 好謝謝 處長因為你剛才有講到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就是染線亂制的部分 對不對 當然我們每一次說實在你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讓我們很困擾就是說 民眾人往往不曉得說 到底他垂在他門口的那一條線 倒是電力公司的電信公司的 還是有限業者的 每次我們都要辦一次會看 那辦一次會看之後 邀請所有的單位過來查 查看之後又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過去了 倒還是不了了之 那一條線還是垂在那邊 那民眾每次經過 或者是民眾的家門口 他不曉得到底那條線還有沒有通電中 所以到底會不會造成那個 民眾的很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是希望說 現在目前現有的一些 尤其像我們大溪 好目前來講 有做也相關於我們那個市榮風貌的一個 提升的相關的一個計畫 那這部分來講 未來是不是跟像我們的那個 金發局也好 或者是我們官呂局也好 甚至像我們的文化局也好 是不是要怎麼樣 去橫向聯系來去做配合 把我們的老城區有關於我們那個電線電纜的部分 能盡速做一個 一些亂制的一些目前來講 做一個亂制的一個處理呢 這個我想橫向聯系的管道一定存在 那也跟藝座跟大會報告 這個未來的染線 不管是天上地下水溝裡面 這個都會由這個盜管中心來負責 那盜管中心預計在應該10月會成立 在峰河公園 那這個部分盜管中心其實 黃志豐局長他其實蠻堅定的 就是他會要求所有的這個管線的系統驗者 24小時進駐 那這個部分我也有協調有線電視業者進駐 目前大家這個雖然有點不甘願 但是應該也都會進駐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時間關係我盡速的來問一下 就有關於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路面坑洞公害陳情跟垃圾髒亂的部分 建立那個4小時的一個處理機制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方面的處理機制的進度如何 報告一員 目前我們都確實按這個時間在要求 動作很快 甚至半夜也都急著在處理 甚至還反而造成困擾 好 我是希望說好還要更好 當然說同仁在這方面來講 有他的努力 也有他的成果表現 但是我是希望說 這個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處理機制來講的話 我們要持續 那希望說未來速度還可以繼續加快 好不好 是 謝謝 那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張處長 議員好 我想今天非常多的議員都在討論說 有關於我們有線電視的倍率 但我想這個真的是蠻重要的 跟我們生活齊齊相關 收集資訊啊 甚至休閒活動 我想電視這樣非常重要 其中我在聽到你跟幾個議員在討論的時候 包括提供的一個工作報告資料 我大概看到說 是不是說我們的整體滿意度要到75%之後 然後將會提供到下一次 審議會做下次一個 費率調整的一個標準 會做一個依據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 費率審議委員會去年定的標準是75% 那今年的滿意度調查 分做上半年下半年都已經做完了 那下半年的其中報告正在修訂當中 那我們會把不管他有沒有到75% 我們都會把真實的數據送到費率委員會 請他們審議 所以聽起來我想滿意度是關於費率 是一個滿直接相關的一個數字 那但是呢 我看起來 因為桃園畢竟有三家的有線電視業者 而你是用整體的滿意度 那萬一有兩家都滿意度有80% 那總是有家都不及格 那這樣怎麼辦 這個部分我想 這個應該也會有一些議員有不同的意見 那可能費率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們 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這個議題在去年的審議委員會當中 就有討論過 那這個是沒有共識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喔 這個我也希望說能夠 這個聆聽各位議員的意見 那把各位的意見 是否用差別費率 或是說統一費率的方式 我們帶進費率委員會審議會 讓他們來做一個參考 是對我來說 就我了解的 我認為說 但第一個 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 我們知道我們新聞處的角色來講的話 試不看如何去補導那個 比較不及格的業者 怎麼去改善他的滿意度 那再來呢 我是比較 我認為差異化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 要不然對於某些區的民眾來講 我可能沒有其他廠商可以選擇 但是我的滿意度比較差 但是我費率又跟別人一樣 對我覺得 鬆綁讓差異化 或許是一個考量的方向 那我希望 或許在未來 我們在持續的廣大各方的意見 看如何去讓 讓每個收視戶 都可以真的享受他應有的權利 而且達到一個公平性這樣子 謝謝議員的意見 因為其實 就全國來講 這個包含六都 也有統一費率的 也有差別化費率的 那我想 這個大家的意見很重要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提供新聞處意見 那我們帶進委員會 來做這個充分的討論 好 了解 那這部分的話 在後續再請我們的新聞處 再多努力 那後續的狀況 我們再做後續的追討 再做後續的研究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那另外請教我們的 邱副明議長 橫議員長 其實在於市府 大概現在 從智慧型手機普及以來 我覺得很多的科試 大概有出一些APP 一些應用軟體 那目前對應用軟體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有沒有一些開發的規定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平和的情形怎麼樣 八議員 這部分我們坦白講 比較沒有詳細的 具體的要求 不過我們有在收集二十幾個APP裡面 使用力比較好跟不好的 好的我們當然會鼓勵它 不好的我們會要求它加強改善 大概目前做法是這樣 是我想 因為畢竟開發一個APP 我想也是花些成本 那當然我覺得不應該輕易的叫他們下架 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他們APP 到底使用的狀況是如何 為什麼會狀況不好 比如說有的可能是因為宣傳不夠 那有的是因為可能介面上使用的 並不是那麼好用 我想或者我需要資訊在這樣的一個APP上 得不到資訊 所以我想第一步 我們還是先了解一下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對啊 那如果可以改善的 我們加強改善 我們用輔導的態度 對 用輔導態度 那如果說是因為宣傳不夠的話 看如何配合各部門 我們來做一個宣傳的方式 讓很多民眾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科室有這樣的一個APP 可以供大家做使用 我想這樣的話 也可以減少很多成本的支出這樣子 是 謝謝議員您見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張處長 有關費率的問題 那麼你剛剛有講到費率審議委員會 我們是按照這個民調的結果 我剛剛看了一下數字 大概整體滿意度 大概是從69到54% 那麼你剛剛有提到說 所謂的費率的這個調降 會考慮到2到6百分比 那我問你 2到6是費率審議委員會決定嗎 還是另外有法規依據 費率委員會去年決定的 附帶決議 OK好 那這是一個附帶決議 事實上它實行的結果會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費率是500塊嘛 對不對 目前530 530 那大約它調降的幅度 假如說你530的話 那就更慘了 因為你乘以2會有小數點 對 意思就是說大概 調降10塊到30塊的區別 10塊到30塊 那我建議你這個依據 因為它本身不是法規依據 那決定這個數字 可能專家的想法 都是比較數字性的 比較小數點 或者比較細都沒有關係 可是對人民的感觸 他一定想說 為什麼10塊錢 30塊錢 一個不是很完整的數字 我希望你這個 在事後的說明的時候 能夠說明清楚一點 要不然一般的人覺得說 你要調降不乾不脆 調個10塊30塊 為什麼不乾脆50塊 不過30塊倒是好講 你乾脆這直接殺到整數 所以這個部分 請你注意一下 請坐 謝謝 那邱主委 是 議員長 我上個月 9月6號的時候 其實我質詢過那個政風柱 要求市政府要設立工程品質 全民監督專線 我希望能夠聽民眾的心聲 要善用開口契約 對已經驗收完成的工程 大家感受得到 要去縮減它的這個 修復的這個情形 那麼後來 我們那個質詢完了之後 那個市長跟我聯絡 他說會把這個相關的意見 把它納入 可是事實上我剛剛看到你們 我看到你們工作報告之後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你們工作報告的第7頁 剛剛我們邱議員也提過 事實上我們在8月1號開始 我們就已經責定15項跟市民切身相關 且具急迫性 時效性 且可立即處理的 要求要比較迅速的去處理 這裡面就包括所謂的路燈故障 路面坑洞 路面不平整 水溝蓋維修 公園設施損壞等等 這個是包含在我們所謂1999的 這個市容查報專線裡面 我為什麼特別提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 我所提的這一個工程品質全民監督專線 我的意思 希望立刻能夠把已經完工的這些工程 趕快去把它改善掉 不要讓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我感覺起來已經涵蓋在我們 這一個所謂的市容查報專線了嘛 那為什麼我今天還要問呢 我要問的是說 我從9月6號質詢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公務局或者區公所 或者你們研考會的相關單位 告訴我說 你們已經有這個專線 在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不對 我們府裡面很想聯繫到底怎麼樣呢 我問了一個 另外當然我還要指出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知道 我們市政府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我是肯定的 應該要有這樣的系統 不要老是看到舊的東西 沒有好的東西一直存留在那裡 可是為什麼有這樣的東西 連我當議員都不曉得呢 為什麼我都不曉得 然後府內也沒有聯繫 我們市政府有大概1萬名員工 假如他通力合作他是發揮1萬人的效力 假如他是個行其事啊 我說真的 你再有再多的這個良好利益也沒有用啊 不能總是市長跟我講啊 我整個感覺就是說 欸奇怪 有這個東西到底利用在哪裡 我們這件事情宣傳到底宣傳到哪裡了 我們怎麼宣傳 有幾個人知道 我不曉得我覺得這個制度很重要 我非常肯定 這個要檢討 可是一個利益好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有什麼用 你剛剛講說 好一個月有2萬通的1999嘛 好問你 2萬通1999 有關這個15項的工程品質立即的修善的 有幾通 有幾通 一個月大概照比例的話大概1000通左右 照比例 你現在跟我講照比例還是事實上的 那這些人是原始原來就有1000通 還是後來因為有這個東西變成1000通 我要研究的是這件事情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希望知道一個利益良善的制度 它有沒有充分宣傳 你沒有充分宣傳還是沒有用嘛 對不對 最少我是不曉得這件事情 這個市場查報是在以前我在計畫室主任 我就開發了 10年前就開發了 那這個8月1號的意思是什麼 只是說增加它的時效嗎 那現在剛才講1999這一端是因為民眾打電話進來 如果發現是屬於這查報的項目 它會轉到這系統裡面 所以民眾他不很清楚這樣 那假如說本來就有這個系統的話 那我就要問 為什麼我在9月6號的時候 我還看到一個工程瑕疵 在那邊存在好幾個月 那就是這個查報系統問題好不好 請你把這個問題 到底是橫向聯繫出問題 還是宣傳不夠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沒有好好的利用 還存在這個實際上的瑕疵問題 請你把它研究清楚 之後給我做一個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我想請問一下邱主委 是 各位委員長 剛剛聽你在講那個 大家對市民卡的重視 你說市民卡的持卡總共有70萬張 那你對這個70萬張的持卡率 你覺得滿意嗎 當然現在目前現狀是還不錯 我認為還有更大的空間 你認為還不錯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福利 跟很多的這些服務 還沒有整個跟市民卡結合 包括未來9公里 公車免費的部分都會拉進去 那時候使用量就會大大的提升 那你說9公里那個公車免費 8公里公車免費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我們早就已經在我們的市府政策裡面 那你既然推動的時候 為什麼不一併來合併使用 那我現在給你覺得很滿意 但是我覺得說對於我們這個 兩百多萬的這個大城市 升格後的這個桃園市來講 我覺得努力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那裡面 我們裡面包括基本學生數 基本學生數就是 學生就是你的基本人數 老人會這些老人也是你的基本人數 那你說真的一般我們想要用的持卡人 我想應該重視的 我們現在重視的不是發卡 你基本有這些數量的時候 你在發卡數 你是有基本群眾的 對我們會加強運用 對啊你應該是要一般的市民想要用 講的確實是目前還需要來補貨 這個比較實在吧 對沒錯 那我想應該重視的是它的使用率 對 它使用率只要我們的廠家太少是一個原因 那另外就是說怎麼樣做一個連結 在多功能生活的多功能上做一個連結 如果這一張卡好用的話 我想這個在推動上 你們這個不費這個牛25之力 我想這個已經全面普及了 根本不需要 你現在扣掉你的基本人數 我覺得這個持卡率還是不夠的 應該還要再加強 使用的頻率也要讓它提升 當然啦 你70萬的使用率 你有去統計過這個使用率有多少 目前4000多萬使用人次 平均下來其實還好啦 還可以再努力 還可以再努力 你很樂觀 這個我倒覺得這是好事 包括你現在在推動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構 有一個基礎建設的部分 我知道 現在你們正在推動 那據我瞭解 你們推動這個基礎建設是因為 現在各個電信 包括中華、遠傳、亞太 各個電信網 他們Wi-Fi的佈點 你們認為還不夠 還可以要有新的基礎進來 讓市民好像無所不 這個所到之處 每一個地點都用得到 讓這個我們的這個熱點 無所不在 對不對 那基本上的時間點 你們現在的進度 可以簡單讓我知道一下嗎 議員如果講的是Wi-Fi這一塊 我想我們剛才有報告 大概增加四個地區做Wi-Fi的熱區 就是範圍 我現在講的是你的基礎建設 這塊基礎 您剛才之前有問到 就是有關於我們Sensor這一塊 物聯網這一塊 這一塊 我們桃園是比較沒有在做 之前現在是亞太已經佈建了不少 未來我們會結合這些電信跟廠商 它的需求在這一塊多加加強 你現在不是正在做嗎 對前面有一個案子正在做 現在有正在做 那我想這個計畫 雖然我強調的是 雖然我們市府 是提供的是無償的這個 無償的領域 來提供給廠商 但是還要重視一點 這個廠商未來這兩年的績效 隨時的監督所有的進度 要符合我們市民的需要 因為我們兩百多萬人 兩百多萬人市民花了兩年的時間 給你做實驗 我想這一點對我們研考會來講 應該是一項很大的考驗 這我們會審慎 其實包括我們公部門 也很多現在的sensor 像e-tech在外面在跑 其實這個需要 你未來智慧城市要做得好 就是要把這個基礎先做好 我的看法是這些我們要自己做 智慧城市就不用談 那你現在全球的民視 21米搞不好就一直往下拉 對不對 不會啦今年我們會繼續 會再提升嗎 會會 很多在競爭 新竹縣新北市 現在都在跟你競爭 不會啦我們會走在他們之前 你放心 不要這個名字被人家拿走 之前去參加也是我去參加 你放心 我很有機嫌 那你既然信誓旦旦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希望看到你亮麗的成績 為桃園市爭一口氣好不好 是謝謝議員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李淑貞李議員 周一請周議員 李嘉欽李議員 共用19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首先請教我們的新聞處 我們張處長 在這次的這個颱風 真的是影響到全市我們停電是非常的多 造成很大的困擾 但是你們在27號的這個晚上 27號晚上呢 我們要在這個9點55分的時候 你們是用簡訊來通知 是正式要停班停課 那為什麼在其他的單位呢 在9點20分的時候 就在網路開始就整個流傳 就是流傳說明天就是28號 就停止上班上課 而且他的內容呢 幾乎跟你們的新聞處所發布的完全是一樣 為什麼會有兩套標準 這個沒有兩套標準喔 這個的確我們發現9點多的時候 就有人在網路上 這種散佈這種訊息 所以新聞處也很快的 把簡訊給各位議員 澄清說當時尚未做決策 那之後這個9點55分發的 才是唯一 而且只有發布那個訊息 因為我看到整個網路流傳的時候 我會打電話到給你們 查證說到底是不是 確實是28號明天 是不是停班停課 那你們還告訴我說 還沒有宣布 要到10點才會正式宣布 對 所以但是呢 他們做所發布的 所收到的那個整個內容呢 是完全跟你們是幾乎 而且是內容是相同的 那是不是在你們整個開會過程當中 已經整個已經脫落出去了 這個我們會查 不過網路的謠言很多啦 不是謠言很多 但是內容是相同的 那真的是很奇怪 這個我們會來調查一下 不過真的網路謠言很多 我們第一次 第一時間發現的時候 我們也即時做了澄清 當然呢 你當然 你這是很清楚的 你如果說今天 他的內容是不同的 那這是神屬是一個謠言 但是他所發布的內容 幾乎是跟你說完全是相同 所以說我希望說 往後你們在開會當中 沒有正式由你們新聞處發布的 應該要阻止其他單位 或是說 再參加開會的所有的人員 都不得 整個親自來做一個 我也經過你們的同意 親自來散布 跟議員報告 這個訊息發布 最後 依照SOP 最後還是要由市長來做決定 所以在市長沒有做決定之前 我是提醒你說 他們的內容 所發布的內容 跟你們到最後所發布的內容 幾乎是完全相同 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自己才去查證 那就是因為是你們有開會當中 你們有提出才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好那請坐下 希望你在往後 在整體發布新聞 要做積極的一個改善 還有很多的一些 這個整個線路 整個那個所有的 你先看看 第四台了 還有其他的電視新聞 所有電視台的線路 全部掉落 現在很多的里長都一直在反應 後續我們再反應給你 好謝謝議員 還有再請教我們的區 我們的這個 區議員長 就是這樣 是 那個在我們現在在整個 我們桃園市 在沒有在我們大樓裡面 現在在非大樓辦公室的 有經發局 商業科市場科 還有勞動局 還有我們的住宅發展局 養工處 水利局 水務局 他們在其他的 在我們不是在私政府大樓的 這個各單位 他們電話非常的難打 非常難打 而且打通無人接 無人接 而且呢 通常接通了以後又斷線 我希望呢 這個這個 你要多了解 要做一個統合的改進 不要在委外單位呢 電話就沒有人在這管理管理 是 這樣子是不好的 是 而且 現在打通是沒有人接的 另外 有陳情人 很多人打1999陳情人 個人這個保護資料 保護的不夠徹底 希望你們要好好的改進 這不應該 謝謝 我們來努力 好 謝謝徐錫萬議員 請問邱主委 是 周議員長 那 早 105年度的重大建設選項列管的案件 揚梅有多少件啊 有哪些案件是被列管的 揚梅 揚梅主持館 好 包括 五陽高架的孝潛路 孝潛的交流道的拓寬工程 還有陽興路大神路的路面改善 輔助館跟紅梅裡的民眾集會所 菇水處理廠 謝謝 你都提醒我了 是 那我也都知道 因為市長下鄉啊 都是一直在喊口號 可是我們都看 不會啦 不會喊口號了 這最近兩年都沒有什麼建設完成的 有啦 揚梅我常去我們都很認真在做 沒有啦 真的還沒有 每次去都要找議員 我們20件是算很多的了 因為 僅次於桃園 中壢還有盧竹 對 是不是我們市長這邊 還是我們區長執行力不夠啊 你覺得呢 包括像市場這整個都要改建 這計畫都很多啊 當然因為工程其實 確實全面的規劃期太長了 我發現 大概統一上有這個問題 有邊預算 可是都還沒有效率 這個要 要拜託你們 研考會啊 督促我們的區長好不好 他到底在做什麼事 尤其是我們也看到區長 他把我們公務課 一些課員呢 都是既市缺的 都調到農金課 其實我們公務課啊 一年的經費啊 至少是兩億到三億啊 農金課也才三千萬而已 不能把有用的人才 調到農金課 對我們楊梅市民的福祉 是打折扣的 您認為呢 這我要去了解一下 要好好了解一下 那這些重大建設都落後 你們有沒有什麼考核的機制 有沒有處罰 沒有都落後啦 八號議員 308件裡面落後五十九件 落後裡面 我們其實在檢討一下 騎乘其實剛剛 騎乘定的不適合理 年中我們會檢討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不好的我們會懲罰 就是說市民卡發行 學生卡發最多 36萬張 因為學生的身份 敬老愛心卡是15萬張 那一般卡只有11萬張 我們桃園市210萬市民 一般卡才11萬張 這個希望研考會好好多加推動吧 我看我很多好朋友身上都沒有桃園市民卡 他不是學生不是老人的話 他一定不會去申請 你要多想想辦法 或者你辦那麼大的業務 經費都發下去了 可是呢全民都還沒有認同我們的市民卡 我們今年還有很多的使用計畫會推出來 到時候會增加更多的量 那就要多拜託你 是是我們努力 好請坐 那個新聞處處長 周議員長 那剛剛同人們講的 我們的桃園有線電視的費率 會不會調價 我想有很大的空間 什麼時候 今年 明年 今年 依照有線電視廣播法 每年都要省一次 那今年應該會在11月底 召開第一次會議 我想新北市 台北市 離我們最近 他們都到500塊左右 希望我們桃園也能夠降到500塊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眼裡調降的方案 因為我們桃園人口也蠻多的 我想 有線電視他也不會虧損 那我也看到新聞處長很認真 尤其是颱風過後 還有打電話給我說 南桃園哪裡還收訊不到的 真的是很貼心 我覺得這個處長是做得很好 不過我覺得說 你在新聞處主導市政建設的宣導 今年元旦到現在 究竟幫洋梅區宣傳過什麼內容 我想這個洋梅的部分 當然有一些景點有介紹 不過市政建設 我們會配合洋梅的建設來推動 因為像我們新聞處購買的廣告 委託媒體登出的時候 沒有看到有關洋梅區的行銷作為 像洋梅區的仙草 還有呢 洋梅梨啊等等農產品 都沒有做行銷 希望我們處長多做改建好不好 這個會加強 還有呢 我們有線電視的管線 都被埋在一些建商都埋在水溝裡面 等一下再拿個資料給你看 我蘇貞這邊有 這個都是附掛於水溝裡面 我們做水溝的時候 公所還要拜託他來拉線拉過 這個通常建商水溝已經做得很小很窄了 可是呢還掛這些管線 怪不得一到下雨都淹水喔 這個希望我們處長也多叮嚀一下 可以嗎 水務局的辦法是一定寬度的水溝才可以 也有啊小水溝就有了 下次拍照給你看 好這個我們再來查 謝謝 謝謝周議員 局長 除貞院長 這個好像是大廠裡面主賽對不對 看起來像不像 像啊 像啊 這個電纜線那個周議員幫我拿過去一下 我們八德區啊 借收入居然會淹水啊 結果找了非常久非常久 也開挖了 結果這個 那個處長你看一下 這是什麼線 什麼什麼染線 這是什麼的 這個沒辦法判定耶 對啊 沒沒辦法判定喔 對啊 等那個的時候告訴我 你跟他看 整個香染是這麼的大 還虧我們的公務局人 下去走 走了一趟 才知道說這個整個染線裡面 你跟他看 全部都是這個染線 都是那個那個 有線電視的染線 結果一群這個工程做好了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地方不塞才怪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開挖之後人下去走 才知道原因出在這裡 找了一個多月 沒辦法找好 你知道嗎 結構的事情 來 你知道嗎 工程做好了之後 工程做好了之後 在湘海裡面 找出這些東西來 這樣對嗎 這樣對不對 處長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追加責任 結果淹水的原因是出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要定期的管理 那現在的狀況是說 這個配合寬體地下 沒有淹水不知道 結果淹水我們找了一個月 而且還用怪手去把它挖 打一個洞 你看工程多浩大 打一個洞 才知道說整個湘海裡面 都是這個管 所以 那個 副次長 你要去查 我剛剛那個管有幫你拿出來 去查 到底這個是哪裡的管線 你工程做一做 怎麼可以把它工程 所有的管 全部放在湘海裡面 導致於大慶禮 整個地方全部都淹水 我們找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還請我們的工人下去走 真的實在是 我覺得說 我像這淹水 不知道到底是 民意代表的責任 還是市府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抓出來 這個是不道德 那法律上也應該不一定的責任 是啊 你跟他看 淹水 讓所有老百姓這麼的痛苦 結果 找了一個月 居然是在湘海裡面 把他們工作好的 所有的 這不可能是工人去計出來吧 去把它抓出來 剪出來 居然是這些管線 所以要明查 到底這個管線是哪裡的 到現在我那個管線給你看 你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管線 是不是 看不出來 這個很奇怪 那個看出來 那到底是什麼管線 為什麼 為什麼整個 整個湘海裡面 全部都是這個管線 這個管線到底是什麼 整個都是 整個都是啊 不眉水才怪 這個湘海做了那麼大的一個湘海 居然會淹水啊 而且這個掛在牆壁上面 你看他看亂七八糟 而且 好 副市長您請坐 我想這件事情 希望我們 市府要好好的查 到底是哪一個建商 哪一個工程 做好了之後 然後 不用把那些管線拿走啊 全部剪一剪 就放在那個地方 結果整個大慶禮 你知道嗎 接受路居然會淹水啊 可是我一直看一直看 湘海是這麼的大 而且那個水都有在流 結果的時候 還好我們工程 那個公務客啊 公務局啊 派人 很好去再打一個洞 請人家下去走 最虧獲手在這裡 前幾天下大雨 都沒有淹水的情形 所以你看看 你這個東西 你不治理好 我們整個市府 花了多少錢 在治水啊 對不對 是不是 謝謝淑貞議員 這個案子 這個我會跟公務局 跟水務局合作 我們把它調查清楚 對 這個一定要調查清楚 好不好 好 謝謝 把這個 這個管線人 到底是誰 到時候要告訴我 好不好 謝謝 請坐 那個 邱主委 是議員長 剛剛我們很多議員都有講 那個 那個我們的重大建設計畫 列館的 那我們巴德區有哪裡 哪個地方是列館的 巴德很多啊 巴德包括 110以巴德區的福德一路道路改善 在交流道那邊 巴德還有個兒童美術館的裝修 即將在明年初就會完成 這個不是列館的吧 是啊 是列館的 那我覺得 好 那那主委你已經既然講了 是 福德一路的改善是非常重要 對 因為那個美術館即將要開幕了 是 那福德一路你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告訴你到時候 一定是塞車塞得非常嚴重 那一路已經完成了 福德一路旁邊還有一條啊 是 你這個地方福德一路那個很早以前 已經兩年前的事情 那福德一路改善已經OK了 那我希望你增加一個福德一街 一街這個地方通通往那個兇豐路的地方 好不好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我請教你 我想早上大家都講的新聞的匯率 那個有限電視匯率 我想勢在必行 當然匯率重要調整之外 我想說他的服務的品質啊 他裡面的電視內容啊 我剛才講的15年前跟15年後 是同樣的節目 你相信嗎 我相信啊 那個 周星馳一直播 所以我在去年的總事 我有問你 那湯沫湖點區箱到現在還在播啊 對啊 所以沒有 那頻道根本沒有換嘛 15年前的節目到現在15年後 同樣的節目 那品質也很重要啊 那第二個 那機上河 機上河 機上河 你了解這個機上河是怎麼回事嗎 為什麼沒有人裝 就我了解啦 就是說 你快速回答一下 我沒有時間 就是機上河啊 他的品質啊 他的非常的爛 裝上去根本沒辦法看 所以人家把他拆 裝上去要不要拆掉 所以昨天那個 品質跟麻煩啊 周星馳講的 你這次這個有線電視啊 真的服務的態度 而且速度非常快 那可能是你在突出 而且我們鄉下那個 第二天他就把整個線都拉過 或者我在自己 本期啊 真的 我想口頭的加免 真的你機上 這次真的有做到 所以有線電視的服務的品質 當然他那個那個線 那個修理那個很快速度 這是謝謝你 比台電還快 但是我想說 那剛才講的三樣東西啊 事後會後啊 我想你真的要檢討 好 我想說那連內容 你做新聞機場 你管都不管啊 對不對 加強獨導 加強獨導 對嘛 你看我剛才講 蘇聯節目到蘇聯節目還是一樣啊 好不好 好 謝謝喔 謝謝 謝謝 那修理人 是 我本期先要你三樣東西啦 第一樣 我要三樣的資料 我想 我要了解 我們市府一次性的活動 不管各級喔 一次性的活動有多少 第二樣 我要所有的委外 各級的委外 有多少 那第三個 我要揚媒 所有的重大的列管的案子 三樣資料 你會後 給本席可以嗎 好 我們來盡量會者 因為 你這個重大的列管案子 我看了一下啦 當然這裡面 包括你 你也自我膨脹也在吹牛啦 什麼重視兩岸業務 促進兩岸城市交流 你跟哪個城市交流過 你跟哪個城市有那個 大陸很多團來 我們都有接待 你知道在哪個團 講究竟 這個在之前 我沒有參與 對嘛 所以我說 你這個業務根本沒有關係 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代替不了啦 我沒有便宜啦 不然要過去 才考量啦 你知道嗎 這個兩岸的交流 根本不是我們做的 其實我在問你 中立跟哪個區對口 楊梅跟哪個區對口 你知道嗎 你根本不曉得 本系病是更清楚 所以我想說這個 這個不要自我膨脹 不要再把業務 寫得洋洋沙沙沙寫一大堆 要做弱子切實的 你知道嗎 我會來了解 199 199專線那些各方面 剛才講的很多 議員都一直跟你講的案子 你要推動啦 其實我剛才講的 這個都是非常重大的 案子啊 你現在人那麼多 都是委外 通通委外 沒有沒有 你現在我們人增加多少 我們討厭市政府 市政府或人事委員 都知道多少 通通委外 沒有一個是 這集體辦的 我要這個內容 到底多少 委外要它的必要性 不是 所以你就講錯了 我覺得它的必要性 你全部委外 就不對啦 不會啦 應該不會 所以我要查 我要了解 所以你把所有的通通 一個禮拜給我 可以嗎 一個禮拜 好 拿得到嗎 應該沒有問題吧 希望我們有這個資料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美媚 陳議員 陳議員請發言 下一位是黃婉如 黃議員 謝謝 謝謝議長 先就到我們新聞處 我們張處長 美媚議員長 剛剛也有議員提到 說到 這一次 美濟颱風 這個停班停課的這個問題 因為 也有民眾跟我們反映 他們有收到 之前你們提到說是 網路先傳的那個訊息 但是民眾也有點質疑 傳的訊息 居然跟後面傳 就是後來你們正式傳的那個訊息 又有點非常接近 那應該也是表示說 可能是不是有共同開會的人 知道第一手訊息的時候 就先傳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在未來 這個相關的這個控管上 我們可能也要特別注意 謝謝美媚議員提醒 這個不過 SOP 只有一個 標準也只有一個 那最後都是以市長的決定 我們才會做最後的發布 再來就是 這個有線電視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費率 真的是很多桃園的那個市民民眾 一直跟我們陳情反映 就是說我們的收費的這個標準 跟鄰近的這些 就是像台北這些縣市來比較起來 我們還是比較偏高 之前你們也有提到說 會以這個整個的 這個調查的部分 來做一個調降的部分 那目前已經有在做相關的規劃嗎 目前正在研究當中 因為9月底的時候 剛收到三家有線電視業者的財務報告 那我們已經請這個 有線電視費率審議委員會裡面的 兩名會計師的代表 在做相關的研究 那要就他們的淨利率 然後他們的毛利率等等 來做一定的分析 這個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合理的費率 但是也不能夠這個浪費率不合理 導致這個業者可能有退場 那影響收視乎的情形 再來就是現在在推那個數位化 那因為我們有收到就是 其中一家的那個業者 他就是有一個通知的部分 他就有提到說 就是舊客戶的部分 就是轉換數位機上 就是轉換訊號錢 是免裝機費 前兩台是免裝機費還有免押金 第三台以上 免裝機費押金是一台一千 因為之前也有聽到其他的 就是民眾跟我們反應 這個是不是每一家的這個相關的 裝機費用都是相同呢 還是費率不同 你們目前有掌握到相關的資料嗎 目前是這樣子 就裝機上合的部分 把律師規定前兩台不用錢 就是免費 那第三台這個北桃園地區的北桃跟北建 是押金一千塊 那南桃園是押金五百塊 那在退租的時候 如果沒有損壞的話 是退這個押金的 那另外就是說 在裝機的部分 如果你是新裝的客戶 我剛剛講的是舊 這個舊的部分 那新裝的部分 這個裝機費是一千塊 比去年調降五百塊 那你如果要分機的話 就是說分線的話 那個分線費 同時分線是一百塊 那以後再分是三百塊 那負機費是五百塊 這些都是去年調降的 那都是目前為止六度低而低的 所以這個以上的說明 也希望議員能夠了解 我是希望說 這詳細的 這一些費率的部分 能夠把它就是說 因為有些民眾要 他要裝機的時候 他會 除非他是舊客戶 假性客戶的話 他要去看那個相關的費率 每一個有線電視 他的那個費率 在他們的網路上 有些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是希望說 能夠提供比較詳細的 這一個就是裝機的 這個費率的收費的 比較詳細的明細 這樣不管是新客戶 在裝機的時候 他也能夠更了解 好 這個我們會請業者這邊 把它做得更簡單更清楚 因為有時候 可能是寫太複雜 大家也無關無啥啥 那這部分 我們會請他們加強的宣傳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 研發會 是 議員長 是 之前常常 就是之前也有人提到說 我們現在 那個市民卡的部分 也要就是朝向比較多元化 像我們有時候 會參加一些社區的這個住戶大會 他們也都會討論到他們的門禁卡 要就是說 用e-tech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那我們目前這個市民卡 有跟就是說 社區的門禁卡 來做結合 已經有這個進度了嗎 對 發原目前有14個社區 2000多戶已經加入了 我們會持續 請都發局協助我們 去參與 請他們多多來參與 好 因為現在的那個 持卡率 也慢慢的提高了 所以 對於這個住戶在門禁的這個管制使用上 這樣的話 也可以加 就是也可以增加我們市民卡的那個 持卡率來使用 再來就是有關於 我們桃園區的這些重大工程的列管進度 目前有哪一些 桃園很多 桃園區的部分 包括我們最近剛動工的工24公園的地下停車廠 包括我們 裝進1號橋 這最近已經完工了 包括我們益壽七階的打通工程 包括警察局日式宿舍的歷史建築群的修復 那我們這個土地公文化館 什麼時候可以正式請用 土地公文化館 我知道它是目前正在進行內部的裝修工程 大概 因為很多民眾常常從那邊經過 都會在留訊息給我們 就是說土地公文化館也已經 蓋完成了這麼久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正式來需要 這個工程 他們區公所已經在9月底 把主要的主體工程都完工了 現在交給文化局 在做內部的一些設施的施作 我是希望說這個相關的部分 能夠來盡快來開放 讓民眾來使用 計畫應該在明年年初就可以對外 再來就是之前也有網路上有調查說 包括我們桃園 是最難玩的城市 但是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從這些其他的部分來加強 像我們現在的這個無線上網的地點 我們目前總共有建置了多少地點 總共連中央建的我們有700多點 應該不只吧 對啦 桃園市總共有788個 就是我們自己愛桃園的497個 加上中央的愛台灣291個 總共788個沒有錯 最近增加4個熱區 兩個火車站跟中立六合商場 還有我們的藝文園區 我是希望說會後 那一些詳細資料可以給我們 好 沒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目前這一些 就是說我們市府各個單位開發的這個APP 到底你們有統計拿幾個 是那個比較常下載使用率比較高的 有有 我們有投 對啦大概水晶APP這個是最多 包括另外市民卡的APP也蠻多的 好 那有關於那個自行車 就是微笑自行單車的部分呢 U-Bike U-Bike的部分目前有相關的APP嗎 U-Bike它是統一的系統 對 統一的系統 那另外直接就是用那個悠遊卡跟市民卡去租借 好 我是希望說也能夠開放這相關的這個APP 因為現在有時候手機在查詢的時候也比較清楚 因為你還要登錄他的網站再查的話 可能有時候那個效率比較沒有那麼高 是 我們請教後局來研究 這個業務主要是教後局在看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黃婉如黃議員 黃議員請發言 謝謝 那個主委 黃議員長 你們研考會還不太認同你 研考會不認同我 對啊 你們研考會同仁不認同你 你看九月份的工作報告到目前為止 主任委員還是劉坤毅 那您現在的身份地位是什麼 立場是什麼 沒有啦 議員你誤會了 那個是之前送的報告 因為有要求之前送 那現在新的今天有在抽犯 那不能夠講說什麼之前送的 因為有要求要提早送 那人都走了 那我請問你 他現在是真主嗎 誰真主 那個劉坤毅 他離開市府到捷運公司當董事長 對啊 那目前是誰呢 目前是我 我站帶 你只是站帶而已 那站帶也應該加個站帶主任委員 有啊 有些代理主任委員 沒有啊 今天早上剛剛放的 那我不知道 我這個是 這個我們沒有把資料弄好 我們這個讀書讀了好幾天 不好意思 你送來的話是 是什麼時候送來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講 而且要工作報告才來改 這個也不對啦 對不對 你要就職那天 你要就職那天 你的同仁就應該要認同你 所有的資料就應該要 我會來努力 對不起 對不對 沒有得到認同 你回去真的是要給你的同仁好好訊話 是 要告訴他們 代理的主委是誰 好嗎 是 我也希望 你們 那個演考會的這個主委 不是 演考會的同仁 要 雖然我們這個 副秘書長是代理 但是我們也要跟他好好配合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說實在 這個 等一下 說實在 您是回鍋啦 但是 以前的年代 跟現在的這個 跟現在的這個 市政 處理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我也希望 你不管代理多久 是 不要用 以前的 做法跟眼光 來處理 目前的 目前的一些的那個 演考會的工作 好 那我請問你喔 1999到底有存在的必要嗎 當然有啊 他的存在的必要是在 這主要是一個統一的窗口 市民不用個別打電話到各個單位去 然後就統一進來我們1999 進來以後我們大概會做一些 比較智慧的分案 就能力上是節省 對民眾也方便 好 對民眾很方便 是 那 當然他對於市政的資訊的公開 詢問 我認同這一點 是 但是你們有沒有做 調查 就是針對透過我們1999的這個 受理的案件 有多少 是有 直接跑到議員那邊 跑到其他的林理長那邊 或是跑到其他的管道 去重新去申訴的 有沒有 這個 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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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這是最重要的 是 我們服務處啊 常常拿到 你們寫的光面彈簧的 您的意見很寶貴 但是礙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看了我是覺得很可笑 那根本就是踢皮球哲學 很簡單的問題到1999 1999發到那個單位 結果這個結論讓民眾相當的不滿 你有沒有去追蹤過 有沒有 這部分我們是尊重各單位的權責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1999 那你不能夠這樣子 而是各單位 針對各案可能做法上 有一些不是很理想 對啊 那1999是你們統籌在管理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大概 你們在統籌管理的 那你現在又通通推說 那是其他的單位 我們會盡量來 不是你不能夠這樣 沒辦法 每案都仔細的 我告訴你 之前有很多的這個企業 就是給我們做一些的 那個電話的訪問 或者是我們打電話去諮詢一些問題 他都會告訴我們 本電話有錄音 你接受錄音嗎 為了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 我們有沒有錄音 有沒有錄音 有我們有錄音 有錄音那有沒有去抽查 有沒有 抽查各單 有啊 有啊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有服務態度不好的 有 或者是承辦單位 用這種推脫拉的方式 去處理的 有沒有 這個我們都會提到 市政會議去檢討 請各單位去 好那總共今年提了多少件 以哪個單位最多 我們每個月的調查數據 我是不是會後再補給那個黃議員 會後 每個月都有電話的 好 那還有我們聽與障的朋友 要怎麼樣利用1999 聽與障的朋友怎麼用 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 對啊 對不對 愛與祥和 什麼叫做愛與祥和啊 雖然是愛與祥和是前任現場的這個 那是前任的 口號啊 但是聽與障現在很方便嘛 你可以用LINE 甚至於你可以專門一個單位 去接收簡訊嘛 去接收簡訊 你不能夠剝奪了這些聽與障的朋友 對於這個市政反應的這個權利啊 議員講的這部分 我們今年剛好正在做做原理啊 就是針對我們這些 就是有聽與障的障礙 他可以透過網頁 直接供我們的1999 哎呀那不對啦 人家都可以網頁跟1999 為什麼他只能夠用網頁 而且1999現在目前很方便啊 對不對 用手機也可以播 對不對 你用LINE他也可以收 是不是 好我們來研究一下 主委啊我想你雖然是代理 但是啊你雖然你同事不認同你 但是我希望你的心放到這裡 螺絲鎖緊一點 他們不會不認同我 這個才是OK的 知道嗎 是是是 本席的意見寶貴不寶貴 很寶貴謝謝議員 好那希望你能夠虛心接受 是我很虛心的接受 謝謝 另外還有我們的市民卡 發了65萬份 65萬份扣掉學生的學生證 這是強制的 禁老愛心卡 這個也是一定要的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是 還有一些是社區的 對不對 那扣下來 剩下來真的 真正會去申請市民卡的人 並不是很多 我想喔 不會啦 學生他都有搭乘 至少都有乘車都有用到 對啊 那就是當做禁老愛心卡 學習在學校的一些紀錄 我們會放進去 你不要認為說 這個市民卡發出去 就是發出去了 絕對不對 發出去就當做 發出去 就是一個這個政策的這個推行 最重要要使用了 對要使用 我希望你能夠完全的落實 是 可以嗎 可以 你可以去跟健保局講嗎 可以 對不對 對我們可以一起用 我們光事務就還有很多 單位可以加入 這部分我們來努力 是 那另外喔 那個張處長 黃委員長 那今年的這個 今年的颱風啊 這個陰錯陽差 出了兩個 相同版本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訊息 那我想喔 您剛才一直講說 這是有心人事有心人事 但是我想 前版跟後版 所寫的完全一樣 而且這個問題 不是今年才發生 去年杜鵑颱風的時候 也同樣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我肯定你 對於市政的透明化 然後讓民眾 都能夠了解 市政的推行 但是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問題 這麼重要的事情會 一二再 再二三的會 會出錯 這個我想我們內部要 調查一下 但我必須 我跟你講去年杜鵑颱風 你查出來了沒 對不對 去年 但我必須跟議員說明說 我們只有發過一次的訊息 這個是千真萬確 那那是你講的啊 民眾怎麼會去辨別說 這是真真假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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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也有 告訴你 交給我們偉大的針鋒事 去把這個 我想這應該可以查得出來 這始作俑者是誰 可以嗎 這可能要副市長來指示 可以嗎 因為這去年也發生這種事情 今年也發生這種事情 我想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 到底是我們裡面的人消息走漏 或是外面的人好玩 我想這事情不應該發生 造成百姓的困擾 那現在發生怎麼辦 請交給鎮鋒事去查 或者是交給警察局去查 我去找鎮鋒事先查 好 那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結論告訴我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嗎 好帥喔 不要拒絕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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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台中跟台南台北大概是去年是76台中是72台南也是76他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先从59%进步到75那对委员来讲他们也认为说75对现阶段的淘宇来讲也算是一个蛮严格的标准啦 对不对 感谢观看 跟我們局裡面通報 他們每一個里 每一個里 就是區域裡面的里 裡面的項目 有沒有跟我們 用智慧型的這個 區域裡的 提供的項目 我們有沒有回來 來做檢視 對有15項的所謂四種查報 那15項 那15項 對我這邊跟議員報告 他有路面的不平整路燈故障 路面坑洞 髒亂點水溝蓋的維修公園設施毀壞 路樹青島 這1999是不是很好 這個會在1999同步 對好謝謝 那在這我感謝局裡面的主任委員 還有感謝我們曾市長 還有第三點 來 那個新聞處處長 議員長 六都裡面 我們市長的總排名滿意度是多少 第幾年 大概都第三名 大概都第三名 那我們的生活品質 以現代化是第幾名 呃 桃園 整個桃園 有好有壞 就是環境教育的文教方面比較落後 第一名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 肯定 第二財政方面 第幾名 應該第一或第二吧 第二 那再來呢 社會福利呢 社會福利第三 那你很清楚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呢 因為啊 社長在上任這兩年裡面 裡面啊 我感覺到喔 我們市府團隊啊 非常用心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那從短短的這兩年期間啊 我感受到桃園整個大進步 所以啊 我希望啊 這個可以秉持下去 還要再提升到第二 可以嗎 市長很拚 我們一起拚 好 就是由市府團隊帶領之下 副市長 對 我還是要感謝這次的台風 還有這次的1999的服務 台風 我們你接到很多電話 感恩 謝謝 好感恩 謝謝 謝謝 謝謝那個敦韓處長 我們看到南朝園的那個 類比訊號的一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數位化已經達到 蠻高的一個數字嘛 這部分值得肯定 只是 我們服務處還是常常要接到 幫民眾要跟他們成情的一個狀況 也就顯示說 他們的客服是極度不夠的 我們曾經接到他們內部客服 跟我們曾經說 他們的電話量實在是很大 甚至有一個客服 他已經換工作了 他現在在某一個電信公司 在辦手機 他就跟我抱怨說 在南桃園那一年 把他弄得快要去看精神病 每天要被民眾辱罵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希望就是這個部分 可以跟南桃園講一下 就說是不是在客服的數量 真的我們講了很多次 善意的提醒可以增加 這樣子的話就不用 這些民眾都要來找議員 才能處理好 這個我說明一下 去年蘇迪勒颱風的時候 的確造成客服滿線 完全打不進去的狀況 所以在那之後 我有要求南桃園 大概他們的客服人力 大概是300多名 那以這次梅基颱風為例 可能狀況好一些 因為梅基颱風的期間 大概他們動用175個 接電話的客服力 對 因為上次我們大概 接到100多個陳情 這次大概10幾個 所以我覺得那個數量 是有明顯改變的 那希望未來就是說 引進競爭業者的部分 也希望處長多多努力好 這個有跟 因為這個有跟法規有關係 我也有跟這個 立法委員拜託 那我也有跟NCC的 暫停主委 約的時間 我們想要當面溝通一下 這個事情 好 謝謝 另外主委就是 之前我有建議說 我們要用市民卡 才可以搭免費市民公車 後來好像也這個政策 那目前市民卡是不能拿來存發票 到現在為止還不能 馬上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可以存了 那要怎麼使用 那存了要怎麼換這個市民卡裡面的發票 10月的時候會跟我們APP整合 就等於是說民眾用了這個市民卡 去當作手機的這個載具的設定之後 他通過我們APP還可以通知他重産 所以10月之後我們甚至不用對發票 用市民卡就可以 對對對 OK 好 謝謝 主委不好意思 因為1999是非常辛苦的一個工作 不過我是覺得既然要做就做到好 因為我是發覺說 我們很多 尤其是我們那邊周遭 針對1999的服務 並不是像你們書面上所寫的這麼的滿意 因為你們所答覆的就是非常的簡短 而且非常的龍頭 那我是希望說 這個主委 針對他們的這些答覆 你們都有看過嗎 報告議員 就是說整體來看 其實這個會在分派到各單位的量是比較少 大部分我們比較會讓民眾肯定的是諮詢這一塊 那派到各單位答覆這一部分 坦白講我們是請各單位自己來做一些回覆跟追蹤 那區公所這邊的答覆也是由我們研考這邊去 對一樣的 各單位各八區公所都一樣 但是問題是說很多民眾針對1999的 他們有一些答覆真的是非常的籠統 而且答覆完了之後 我們這邊都沒有再做持續的追蹤 我覺得這個會讓很多民眾有所詬病的 對這一塊我也是覺得在1999 就是做的這麼樣的一個程度之後 後續還是要再努力的空間 好 那那個主委再麻煩你一下 我覺得說這個部分真的是要加強 好 好 那我們的處長 議員長 因為我們現在非常的熱絡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那個阿桃的這個PK 那現在目前是怎麼樣站 跟議員報告PK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網路投票應該目前是第二名 那個落後新北大概5000票左右 那領先台北市大概1000到2000票之間 蠻緊繃的 那第二個是實體的部分花車遊行的比賽 已經在前天10月1號 那這個我們已經到高雄去比賽了 應該表現還不錯 這樣子喔 我希望說能夠加油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針對我們的那個第四電視台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尤其是這次的颱風 那有很多都這個斷訊 那這個部分 而且我們也是有很多民眾 透過這個直接打電話到電視台去 那這個部分他們來這個維修搶修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不夠積極 這個跟議員報告也謝謝議員的體諒 因為他們的維修也是 大概也是跟樹葉跟台電同樣道理 主要的光點主幹線會先修 那其他的支線會再修 那我的了解是他們的維修的狀況是 他們會先去尋沒有停電的地方 來確認有沒有斷訊的狀況 或是先處理沒停電但有斷訊的狀況 那等停電的地區復電之後 他們也會去馬上處理停電的地方 那在尋沒有停電的同時 他們也會看停電的區域有沒有染線脫落的狀況 然後隨時做修復 所以時間上可能要大家耐心等待 那也謝謝大家的體諒 因為我有傳解訊給你們 那但是問題是說他們到哪時候才到 你知道嗎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到 你看這個速度實在是 這個服務的品質 我說實在話真的是讓我們大家對他打 我知道對 但是可能那天晚上還有風雨 不是啊問題是說早上就應該要到 今天不是說這個颱風風雨那麼大 就一定要去搶修我們不會這麼的不人道 我相信這個市民他們都會能夠體恤 可是問題是說已經到了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大家也知道這個整個天氣的狀況 可是問題是他們看到他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維修的車子進進出出好幾次 但是問題就是沒有進去那個社區 好這個我會了解一下 會請他們在如果以後有這種狀況要加速 我會覺得這個服務品質真的是要做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我是覺得說可以再 再來引進其他家的來共同的來做競爭 好不好 好謝謝 好我們出府民主長 你現在有兼副民主長兼援卡會主委嗎 是是 援卡會業務很多 我盡力來做好這件事 你還有你看公文 當然啊全部的事都照做 所以我想要給你多鼓勵 你一人兼兩個政府代表我們鄭市長很肯定你 是是 你們那個防護主委很優秀啊 還阻密都很強啊 有有 現在都要騙到他們 多騙到他們 有 多就用他們的長才吧 是是 那請問一下剛才有談到那個APP 我們市政府下了很多 總共下了多少APP 我記得好像27個 幾個27個 有的不確實用 幾個人才能消耀APP 有的不使用 你讓那個前衛 最少大概我看都還有到幾百個人次 幾百人 那下一次要多少錢 做一次那個 不一定 看各個系統的開發 大概啦 一次要花幾十萬還是幾萬 有的幾萬塊 你們到底一個APP要多少錢 有的都要幾萬塊而已 那你最少一個人數吧 你不能APP有的不使用 你浪費我們的錢呢 現在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只剩18個啦 那之前一座講的那部分來講 本來27個嘛 現在是18個嘛 所以我想我們副民主長要多了解 因為來不久嘛 還沒一個月吧 沒有啦 兩禮拜 對啦 所以我沒辦法幫你指責 謝謝 那不好的APP你用那些 像民間自己做的喔 你有去確認喔 民間呢 像公車查詢有沒有效用 有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我們開放資料 這部分其實是很熱門的 像盡量其實現在APP 我們都不開發 把這個資料都把它擺在開放資料 那其實這個民間家責的部分 像交通動態 這個都是很熱門資料 停車位等等 這都是很熱門的資料 對 我現在是講說 民間開發的 你像公車有準不準確 你來去求證啊 不然你還是市長的微信啊 你做做的稿是沒人用啊 好不好 好 再努力啦 還有哈 副民主長 那個我們的火車站那個 後的火車台有 變民中心嘛 本來市長說要研議嘛 你用那個副政事務所 可以的 那你可以朝這個外面去努力的 你了解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 你們裡面的誰有知道 副局長 副主委知道嗎 後站有這個空間嗎 後站喔 要變民中心 可是那個工程浩大要付你管 我們的 我的里長還有我的助理也特別提到 那很比較複雜 市長說研議 所以我想說用我們的副政事務所 副政事務所 副政事務所是彈性的嘛 可不可以朝這方面去努力一下 副政事務所那個 去示範那個 衛民服務啦 是 你可能沒有了解啦 我實在要跟你講 讓你了解一下 因為 後來你去副政事務所 去衛生局 去政事務所 所以可以 議員的意思是 研議第二個 第二個服務中心 因為當初我也提過 那我們也公文去了 那可能市長有這方面的考量 可能經會的問題 那我是從副政事務所先做 副政事務有彈性的嘛 我們來評估建議一下 對對對 你那個研卡會幫忙 這個是你們的業務 是 拜託一下 那請坐 來我們那個 機長 那個我們第四台 是 第四台台北市 已經下跌了你知道嗎 是 那桃園區未來怎麼樣 對 你第四台現在很多人 台北市一直打電話給我 很多市民跟他講 台北市可以下跌 我們怎麼下跌 市長已經有交代了 就是要研究抗家的方案 現在我們新聞處在研究當中 對 我想這個對我們市民 關心很重啊 是 台北市都能降我們台灣市 對不對 我們都會 那個都是大財團 要怎麼樣 你很快要擬出一個辦法 現在正在演你當中了 演你當中喔 好 那你哪時候可以演你出來 我的時程是11月底之前 因為11月底要開費率的會議 所以一定要在那個之前 演你出來 還在那個委員會上面討論 這個有什麼困難 是我們市政府做主 還是要報到NCC 決定就可以了 你們自己決定就好 委員會決定就可以了 對 這個地方很多人 要給他陳情 對啊 因為拍謝 不是 三家有線電視業者的財務報表 9月底才送過來 那個 計算一下 對 對 我是要給你期限 你不能說嚴厲嚴厲 每天人問你也說嚴厲 可是嚴厲多久 沒有啦 時間我會控制 還有我們大型活動 我們常常衝突 我想市長也不知道這樣走 我們很多大型活動 我以前也提過 是不是會集一下 你要去市長會集 還是跟演考會演考一下 你不能讓市長擋一班 你叫人怎麼走 有人要請市長 市長也有人帶 市長好人 大家怎麼說好 我改做個所長 我知道 跟議員報告 這 從上個月開始 已經有 開每個月一次的協調會議 這有在 所以這 可能比較沒問題 對啦 因為最近還是發生 像王明德 王副長快走 不走不走 我們也提亮好不好 拜託一下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萬美林外議員 以及邱家楊邱議員 共用1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謝謝議長 首先先救一下 我們的新聞處的處長 萬一很早 真的我今天一早上 聽你說了一百多次 演繹中 講到降價 今天早上 就聽你說了幾十次演繹了 這兩年也聽了非常多 就是一直在演繹 那我想剛才我們的 這個蘇議員也有問到 其實他的困難在哪裡 困難在哪裡 我跟你講喔 這個從縣政府時代的時候 就不斷的 我們全體的議員 很多人在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重大民生議題 他也是眾多全桃園市市民 非常關心的議題 而且大家都有共識 都知道這個費用太高 所以縣府時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提出來 也不斷在演繹了 那演繹到馬上就要接這個 這個市府時代 照講準備好了上來 其實馬上就可以做了 那麼在去年我們也提出來了 很多的數據給你 很多的方法給你 那結果一年以後 就還不見動靜 那每一次就是 一到議會期間 又在演繹 又在演繹 我想喔 今天啊 是你新聞處的這個備詢 我們可以來檢視一下 我們可以來檢視一下 到月底之前 你的演繹到底進度有多少 當然我很希望 這一次你講的是真的 我也很希望 這一次市長給你交代 說我們要趕快演繹來做 也是真的 那麼因為要給我們 看到一點進度嘛 每天在這裡講 講到我們都累了 難道你聽了都不煩嗎 好 你聽了就這個不煩 沒關係 我們拼命講 你也可以不理會 可是我想所有的 我們的市民百姓 眼睛在看啊 對不對 你不能一二再再三 用演繹這個事情 來騙他們嘛 對不對 那我相信 你也沒這個心啦 那到底為什麼 我希望趕快喔 另外我跟你請教一下 我想請教你喔 新聞跟廣告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新聞是自然發生的事件啊 廣告有時候是設計的啊 只有這樣子嗎 廣義來說是這樣 只有這樣子嗎 當然有很多的不同啦 但是 好我再幫你加一點喔 我想新聞跟廣告 除了你剛剛所說的不同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 新聞它必須是非常忠實呈現 去敘述那個原貌 那件事情叫做這個新聞事件 但是廣告我們會經過有一些包裝 或者是美化 或者是修飾潤飾 這叫做廣告 我想這個你不反對吧 對不對 讚成 你讚成嘛 那你讚成很好 那你就很專業 那我想啊 你今天頭銜是叫做新聞處處長 那新聞處處處長喔 我覺得 在任何事情要發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那個 忠實的原貌 那麼 它的這個即時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這個真實性到哪裡 而且你新聞發出去 這跟廣告不一樣的耶 廣告可以今天用這個詞去修飾它 你也可以用這個詞去包裝它 對不對 我想 這一次啊 在這個颱風的這個放假上面喔 我們可以看到 全國所有的縣市首長 大家都非常謹慎啊 這個謹慎喔 也來自於 對百姓上下班上下課的體諒 當然也來自於很怕挨罵 所以我相信政事長也非常的謹慎 但是呢 從去年 新聞處長是誰 我啊 也沒變嘛對不對 所以作風也沒變啊 我們可以看到 颱風每次來 好像放假的訊息 都一定要再重新更改過 沒問題 你當時有回答我們說 是因為 有人截取了一些東西 自行在網路上做 你就沒差 那是網路謠言而已 因為你不敢說那是網路謠言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網路謠言 它不可能把詳細的數字 實際的情況 講得這麼真實嘛 對不對 不過實際上 杜娟跟這次美機 我都只有發布一次訊息而已 欸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呢你就是採取你要的來說 對你有利的 是真實的那個點來說 但是這整個事件 我當然知道你只有發布一次啊 你新聞處處長的立場 你只發布一次啊 那我要問你的是 其他這個訊息誰流傳出來的 誰發布出來的 對不對 你不能兩手一抬說 我不知道啊 反正不是我個人啊 有這種事 不是我個人也不是市府啊 對啊 不是你個人也不是市府 那就有鬼了 怎麼大家會把詳細的資料知道這麼清楚 十九萬九千戶 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一模一樣 而且啊 更好笑的是 你新聞處長發布的新聞 應該是第一時間耶 結果呢 你還發在人家網路謠言的後面 一模一樣的資訊 這樣講的過去 那是不是民間或者網路上面 還人比你更適合做新聞處長 因為他發布的比你又快又準啊 當然是以市府發布的為準啊 是啊 是啊 當然是以市府發布的為準啊 但你的東西怎麼會流出去嘛 然後你今天就是說 是流出去的 我也不替你講就是流出去的 我根本懷疑啊 你前面是自己作業有書師啊 那今天沒有人要單 反正網路現在我們也不會報警去查 可是我要講的是 我們已經當一個首長 政市長這麼審慎在決定 要放假不放假 非常謹慎的 即便他本來9點要發布 再改到10點 延遲了一點點 我覺得民眾覺得再等待一下 可是我覺得為了大局 我們願意等啊 做出一個最好的安排啊 當他做出一個最好的安排 你有沒有做出一個最好的發布 回去摸著良心自己問問看 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只有你最清楚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那有些事情我覺得不必再熬 那我覺得錯了 下次要再謹慎一點 好不好 因為你是新聞處的處長 我們會謹慎 但是我們只發布一次 這個原則我一定要講清楚 哪一個原則 我們只有發布一次 當然啊 只有發布是你現在唯一的利基點啊 你唯一可以講的就是我只發布一次啊 對啊 簡訊都有紀錄啊 當然啊 本來我們當然知道是你只發布一次啊 對啊 現在要追究的是前面那次誰發的啊 那我們就追究啊 對不對 好颱風過去都那麼久了 追究出來了沒有 沒關係啊 那就趕快追究啊 追究出來了沒有 追究出來 你的趕快的效率跟我們議會的效率是不一樣的 你追究出來了沒有 這也不是新聞處發布的 那你當然要去追究啊 因為今天是新聞發布耶 難道叫鄭文燦去追究啊 一推四五六這樣態度有對嗎 剛剛副市長有說請針鋒處來 這樣有對嗎 對不對 與其在這邊喔 喜歡在議會來強辯 不如好好講自己的本質學能啦 對不對 年紀輕輕的 雖然在網路上是非常受歡迎的一個年輕的處長 但是我覺得做事要再踏實一些 今天早上 研議研議研議了這麼久 然後發布新聞前前後有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也看到 其實在很多的這個新聞記者會上 我希望不要流於形勢啦 真的有重大事情才來開記者會啦 很多記者看到你們很多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拼命奔運 到底有沒有新聞性在裡面啦 那麼要包裝市長可以 要讓這個市民知道 你們的這個這個辛苦或者活動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找有意義的來做啦 不要因為要讓人家覺得新聞處的存在 然後拼命搞一些沒有意義的新聞記者會 那些錢啊積少成多啦 每一場記者會 我會請各局處檢討啦 請坐 我想這裡只有一個喔 關於這個市民卡的部分 我希望你能夠再加強誘因 再加強誘因 因為今天啊 我們大家都看得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這七十萬張 我覺得是否沾沾自喜 覺得這個市民卡喔 這個量非常的好 可是我們也都知道 實際上啊 其實不到十萬個人 是自由主張去的 所以呢 我覺得啦 你如果不能夠把這個誘因再加強 你很清楚知道這裡面誘因要怎麼做 然後怎麼去落實喔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把真正量衝出來 好不好 是 謝謝 好 謝謝 座長 議員長 你會不會覺得喔 我們新屋很可憐 很像孤兒 有沒有這種感覺 新屋是個好地方啊 不過有時候 過去啦 常常比較晚被忽略到 現在還是一樣啊 常常發生這種事啊 每次都民眾都投訴無門啊 市長 你看 颱風來 停電最嚴重的新屋嘛 對不對 你公務局有想到我們嗎 電纜地下的話 沒有新屋啦 完全不考慮 對不對 一定是最嚴重的 受害最嚴重的地方來做嘛 你做那桃園 做那中壤 那大都市 做那不會停電的地方 要做那個幹嘛 我們新屋的老百姓 該死嗎 議員 那天我們也有去 蔡總統來的時候 我們有去嘛 總統也有說要支持這個計劃 每次到颱風 我跟你講 我電話一定接比你還多好幾M倍 對啊當然 好幾百通電話 你打就是罵了 理想每個都被罵破頭了 真的很嚴重啦 好不好 這種地方你要考慮到 我知道 南桃園也是一樣 費用收費都比別人高 每道颱風 台電處理完 我說等一等 因為沒有電所以沒有南桃園 結果南桃園一處理完的時候 台電處理完 南桃園又開始電話來接不完了 接不完了 而且重點是 就講你一定要特別關心 要注意 要修改 費用只要斷訊 不准收費 停三天 請老百姓休息 你停幾天 三天前要扣給老百姓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嗎 這有落實 哪有落實啊 你隨便講一講 去年 蘇敵樂的時候 賠了九十幾萬 因為停了兩個禮拜 他們有扣 還是很多人沒有被扣到 那個費用 所以說很多老百姓沒有扣到 也不一定要兩個禮拜 我覺得一天你就該扣 當然 使用者付費 老百姓想要幾十塊 雖然沒有多少錢 也是一筆錢 當然 對啊 一天兩天 你那個南桃園去修 每天幾天 直接寫單子直接扣 說到要做到 不是說當然 南桃園都用敷衍的 我跟你講 現在還有五六天沒有電的 沒有南桃園的 議員如果有個案 沒關係跟我說 我來處理 OK 我退廢 我的意思 你要先叫南桃園先導 你只要一天兩天沒有扣 你不要造成民怨嘛 對不對 對 沒有問題 而且重點是南桃園電話每次打 沒人接 不接電話 他們找到沒有人 都找到我這邊來了 我是好 我有專線 我專線一打就會 就可以來修 好不好 沒有打 老百姓真的是常抱怨很多 重點是 費用要扣費 使用者付費 你壞掉你就應該 扣錢 你主要扣錢 那到底是收給收第一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楊朝偉 楊議員 蘇智強 蘇議員 林鄭賢 林議員 共用25分鐘 請發言謝謝 好 謝謝議長 首先就教於我們研考會主委 是 我想研考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看到這個可以彌補我們個局處的不足 我想這個部分希望我們研考會這裡 我看你們的工作報告 要請教一下就是你們在第一頁所講的 就是說你們持續推動跨區服務 節省洽工的時間金錢 這個我看你們說你們做了這個很多的這個項目的申請 大概共計有1430件 你們是我很好奇 你們是有一個窗口 特別就是針對這些申請的案件來直接服務呢 還是說你們受理了然後呢 再去再轉介給各個 譬如說各局處或者是各個公所 這個在去年的做法是有在公所有專門的窗口 可是案量不夠多啦 所以這樣人力浪費之後 我們現在是用輪值 就是趕快有案件來 就是還是轉介嘛 對對對 立刻一個通知相關 可是你的這個工作報告上面寫的好像是 好像就是你們就是直接就是直接來做這些事情 本來是直接 你還是要 我們考慮到人力調整 對啊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對於公文的管制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有這個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這邊手上就有這個兩份 我這次在工作報告質詢的這個項目 結果呢 答非所問 答非所問 結果我講的是 譬如說我說要這個 希望能夠每個月提供這個 某些這個訊息 要提供給 譬如說我們 我是說給河流的受災戶 結果呢他的答覆是什麼 他說我每個月到時候我發個新聞稿 然後呢再公布出來 所以很多的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這些公文的這些 這個管控是各局處事在做 但是我想這個也是 也可以列為你們的重點之一 這按我們來要求原民主管制 對因為你這邊講說 這個既然是你們是這個議會的 特別是議會的議員的質詢啊 或者是公文的部分 你們一定會也做了一些這個管控的動作 所以有一些實在我覺得蠻離譜的 答非所問的太離譜 這些這些我希望你還是要把它 這個要加強的來輔導好不好 最後我想這邊就是有關於就是我們 你上面所說的 我們是很多我們在各局處 我們都有一些研究的這個案件 對不對 你們在每個每個年的年初都會 都會請我們各局處提報一些 比如說創新的做法啦 或者是一些這個研究案 但是這些研究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真的是有到 有請這個專人 或者是專任的委員去做一個審核 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好好的來審 有一些局處是他所提出來的這些研究案 我覺得是蠻有參考價值 甚至我覺得很不錯的時候 你都可以提供給我們這些議員 大家來這個共同的來參考 我覺得這個不因為我有看到有一些局處是 他對於他們這個有一些行政的流程 或者是有一些案件 要如何去做更精進的做法 我想他們有一些是做得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這個研考會這邊 也要來做一個這個 實際上的去審核 然後不錯的也都可以提供給我們 好 我們認真來辦 好 再來就叫我們新聞處處長 議員長 這個當然答詢這個 答詢的這個style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要肯切的建議你 有時候議員所說的 不管是怎麼樣 我們虛心來接受 不必要去跟大家 有怎麼樣的一個言語上的衝突 我想這個 這個也是讓你這個 比較能夠這個很 比較能夠很虛心的來對議員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這個有關於剛剛大家都在講有線電視 我說實在的我也要說 因為前幾次啊 有幾次的颱風 這個都是颱風過後 但是有時候沒有颱風的時候 有線電視也常常斷訊 特別是在山區 譬如說一斷就是斷個一兩天兩三天 那很多我們 我們服務處就會接到類似像這樣的案件 結果呢 最後呢 這個不了了之 或者是處理的速度非常的慢 特別特別是 我們打電話 這個民眾打電話到這個南桃園 或是北建 大部分是南桃園 結果呢 那個電話根本沒辦法打進去 這個部分 所以我看你整體滿意度 還有百分之六十幾 我覺得這個是有 實際上有這個 這個進步的空間 好不好 這個部分再請你再多多的督促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 首先追教於我們 主委 是 兩位議員長 我想你的業務啊 不外乎就是 公文追蹤啊 考核啊 研考的部分 我想你過去在計畫室 擔任過主任嘛 到現在 那我想 衛民夫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公務人員的他的心態 非常重要 適合的人 用在適合的地方 做適合的事情 好 那我想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 我先問一下那個副市長 一樣的問題 我說公務人員啊 他的服務熱誠啊 我們如何來挽留他的服務熱誠 適材適所是非常重要的 你適當的人要擺在適當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說 建議一下市長 尤其是很多的局處首長 他的專業是交通 就應該去做交通 他的專業是在某一個領域 就應該去某個領域 而不是位置亂換 你位置亂換的時候 相對的很多公務人員啊 他們乾脆啊 寧可啊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乾脆就不做就不錯 會有這種心態喔 所以這部分我拜託一下 尤其是政務官的部分 很多如何讓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 他們的心態 為民服務的熱誠 這點是比較重要的喔 從每天在那邊考核說 我們到底到底有幾件的1999 多少公文要最終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原因 你們要找出這個原因出來喔 這第一點喔 第二個那我想當然講到人 不光是你們公務人員 我們議員也是一樣喔 我想是不是那個副市長 你針對於我們議員 有時候我們要求來做所謂的 會堪的時候啊 我希望你們能夠 研出一套的辦法出來 譬如說我舉例來講 我們大溪有個路口要做紅綠燈 我們大溪有三個議員啊 我今天我會堪 明天另外一個會堪 後天另外一個議員會堪 三個議員會堪同一個路口 我請問一下 你們公務人員為了怕得罪議員 不得不說喔 我都我都要 我三個議員拜託我都要去 我們大溪才三個議員耶 中立有十個桃園有十個議員 我請問一下 一個路口十個議員去會堪 浪費多少我們公務人員的成本啊 應該整合來一次就解決掉 對不對 我想說這部分 關於我們研考的部分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 就人的部分 來做好好的來做一個 一個研究計畫出來 好不好 不光是公務人員 包括說像我們議員拜託的事情 或是請託會堪的事情 也要做整合啊 你認為怎麼樣比較適當一點 譬如說第一個議員已經看過了 你就跟第二個議員講說已經會堪過了 我們要怎麼樣做 你總不能說第一個議員做好 第一個議員不能做 第二個議員可以做嗎 第一個議員做不好 第二個議員做不好 第三個議員可以做嗎 也不行嘛 你們要您出一套辦法出來 好不好 我想這樣子公務人員才有效率啊 好不好 我們請坐一下 新聞局長 議員早 處長我跟講一下齁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有關於我們有線電視的部分 我們要求整體的所謂的 一年度的一些民眾滿意度 要75%以上 如果低於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所謂 要給他們所有懲罰性的 懲罰性的 一些扣款 或者是說 收費的一些標準可以降低嗎 你的依據在哪裡呢 這是去年費率審議委員會的附帶決議 你的附帶決議 我剛拿在手上 有哪一點 有哪一個標準要扣錢 你跟我講一下 在哪裡 第一個是 數位實驗區百分之百病執行完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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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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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這個下個問題 我只是問你說 未達75%你是依據什麼樣的條例說要說什麼 你剛剛 附帶決議第四點啊 你手上不是有嗎 你唸一次給我聽聽看嗎 就是未達75% 作為去明年度費率審議之標準嗎 因為我剛剛已經聽了一個早上了 你剛剛的回答完全就是說 如果未達75的話 我們可以2%到6% 但是你講的這個2%到6% 是完全是不是 在你們所謂的附帶決議裡面的嗎 好這第一個 2%到6%是第一條啊 第二個 你不要再給我再真 因為我這邊有數據文字在這邊 第二個 我特別講到 我們要求北桃園南桃園北建 要求匯率要降低 那降不降的部分 你們一直講說 是我們審議委員會 來做的決議 那馬上就要開審議委員會了 當然不光是我剛剛特別講的 你剛剛自己提了嘛 我們滿意度沒有達75%以上的 我們要如何 如何的來做所謂的匯率調整 第二個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的方式 如何來降低我們的稅利呢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覺得議員可以建議啦 這個你們的附帶決議講得非常的清楚啦 現在是什麼 你們可不可以推所謂的全面數位化呢 全面數位化一直在推啊 推到你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成效呢 92.59% 你可不可以再把你的附帶決議再唸一次給我貼 你的第四條 第四條是指這個滿意度的部分啊 你就沒有注意看嘛 第四點的第一點 第四點的第一條 三家業者應於105年11月30號 向NCC申請全部經營區 納入數位化的實驗區 並執行完畢 執行完畢喔 執行完畢喔 聽完這四個字喔 業者屆時如未完成執行 106年度收視費用 將調整2至6% 我請問一下 附帶協議在這邊了齁 對 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成效如何 你說明一下 目前送數位實驗區 是全桃園的戶數都送 對 但NCC還沒有完全核准下來 所以目前質詢大概10%左右 10%左右 我跟你講齁 我們全面 我念給你聽幾個縣市齁 新竹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都達到百分之百了齁 全面數位化 跟議員報告一下喔 這個兩件事情 全面數位化 跟全部關閉類比訊號 是兩件事 這兩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懂意思嗎 因為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一個月 530塊 吃到飽嘛 200多台 坦白講 我們每次會看的 固定的啦 我們男孩子大概看的 就是看新聞啊 看一些比較運動類的 女孩子看一些煮菜的啊 韓劇的啊 看那些 如果全面數位化以後 他可以用分組 來收費 這樣子 相對的可以來 點低我們收視部的一些 一些他的匯率的部分 這點你清楚嗎 我清楚 但這個要經過立法院審議 對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齁 那目前別的縣市 都已經在推NCC 而且都是我們主管機關 新聞處的部分啊 那全力在推動 我不知道你們的做法 你可以說明一下 你說分組付費的部分啊 就是你們推 協助業者來推動 所謂的全面數位化的 你們的工作方針 或者是你們的 現在的態度 或者是你們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請業者 在一些市府重大活動的時候 推廣這個全面數位化 像之前地景藝術節的時候 南桃園就有去 那最近南桃園也跟我說 他們想要去復興山區 跟大家說明 那包括大溪他們也想去 因為這最後一里路 其實看起來好像剩一點點 因為剩不到8% 但其實蠻複雜的 也比較累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這個慢慢的 我們轉換數位實驗區 那關閉類比訊號的時候 當然會造成一些民眾的不便 但是也會提升這個數位化的部分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如何 來協助我們這些業者 讓他們業者能夠全面的數位化 以後數位化以後 得利的是我們所有桃園市民 收看這些人的權益啊 對啊這樣講議員就是專業的嘛 全數位化才有可能 落實真正的降價 對嘛 所以說你政府要站在立場上面 來協助這些業者 來做所謂的全面數位化 相對的這些民眾才有保障嘛 所以說這邊 一早在一早 所有的議員在講說 要求你們降價 降降降降降 結果你們一直說 是審議委員會要決議 實際上如果全面數位化以後 我想這個問題啊 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這部分 我想個人的建議啊 希望我們新聞處這邊 要站在我們公家立場的角度上面 來協助全面的數位化 這點好不好 謝謝議員 去年委員會 並沒有實質的降費率 也是希望說 我們離全數位化只差一點點 那希望能夠給業者一些誘因 跟鼓勵喔 讓他們能夠在今年 推動全數位化 才能落實分組付費 才能夠 很簡單嘛 你的付在決議裡面 就已經決定說 11月30號之前 如果沒有執行完成的話 勢必明年就要調2到6%嘛 對 是不是 那所以說現在還剩下8%而已啊 你要怎麼樣幫民眾來解決 這樣問題嗎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的是 要土利民眾 當然 不是土利業者喔 聽清楚喔 我們希望能夠土利民眾 讓民眾能夠得到好的收視 他的收視品質 相對他的費率可以降低 這是我們民眾最卑微的要求啊 這不卑微 這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要求嘛 最基本的要求嘛 所以說我這部分拜託一下 尤其是 我們現在剛剛一個早上都在 都在提的費率的部分 而且 收視品質的部分啊 我們也希望我們相關單位啊 能夠重視一下 局長 議員長 費率的調整 絕對是民眾最關心的事情 我想我們關心的時間 也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每次你都說卡在審議委員會 我想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我想也是我們市政府聘任 那這些委員會 絕對都是您可以溝通的對象 不管從台北也好 新北也好 跟桃園那也好 是一日共同生活圈 所以對於費率的討論 民眾都是有相互的交流 所以費率的調整 絕對是新聞柱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尤其11月30號 你們要開審議委員會了嘛 對不對 應該11月底日期我還不是很確定 好沒關係 11月底你們要開審議委員會 我希望這次審議委員會一定要有一個明確 調整費率的方案 讓這個方案能夠成形 讓民眾對你有期待 這樣子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還是再請教一下 議員長 有線電視的稅率其實關係到民眾的問題 就像水一樣 就像電一樣 我記得喔 我們桃園區有一位議員 以前的議員 他只有廣告就做得非常大 說他主張調有線電視的費率 降了20塊 他這個廣告就讓他當選了 所以我認為 有線電視的費率 真的是副長要把他真的放在心上 那剛才有講到了 我們市政府公告 對105年度 桃園區有線電視的收費標準 你剛才講的 附帶條件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三家業者要在105年 11月30日要變成數位 要不然的話 他106年收視費要調降2%到6% 那現在我們桃園目前是92.96 那沒達到100% 所以勢必會調整 是不是 副長 我認為在數位實驗區 沒有完全落實 那以及收視滿意度不高的地方 我覺得是有調整的空間 那再來就是 你在附帶第四條也講過 如果滿意度沒有達到75 有的線是更高 那現在沒有達到75 我們結果將做下一年度的審議的依據 對不對 那剛才我看你的報告裡面 北桃園是69%滿意度 北建市68%滿意度 南桃園是54%滿意度 所以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這兩個標準 應該也就是可以調降的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在研議調降的方案 對 你要把它調降 要讓人們有感 好不好 好我們盡力 謝謝 那再來就是 我們桃園在大德二街 那個電纜地下化半年前 就已經做了 已經實施了 可是北建北桃園 電線桿還在掛在那邊 他們還沒有地方掛 還沒有地方做 這個方案這種管線 是不是 北桃園北建也要負責 這個我跟議員報告 我可能更深入了解一下 理論上他們應該是會進寬平管道 那水務局的這個作業要點裡面 一年內要把 進寬平管道的時候 一年內要把原本的染線拆除 對啊 半年已經半年都還沒拆除 這個我再來了解一下 謝謝議員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你的 賴了人數的成長 所以我也要肯定你的努力 這個桃園市政府在 其實我們新聞處跟以前的新聞處 真的是不一樣 謝謝議員 粉絲人數大幅成長 來到了53萬8155人 那但是在粉絲市的排行 排行 排行榜就大幅落後 依然是六都之末 那我希望這方面要好好的加強 謝謝議員 我記得議員上一次也是講這一題 那跟議員報告 我大概也有觀察就是說 我們LINE大概以每個月1萬人再增加 那桃園市的FB大概以每個月8000人再增加 那我們會再努力 那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樣的 主要是能夠透過LINE FB能夠了解各項事 市長你有聽到 停班停個最新通知的粉絲專業欄 剛才也提過 那梅基台風之前 他們總人數是34萬人 梅基台風後成長到44萬人 而且這粉絲專業的版主 只是個大學生 他成長了10萬人 他是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去取經 看看怎麼再增加這個10萬人 我們就不會排到最後一名了 好 好好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前逃來去投 我們從8月開始 我們都有前逃來去投的第二季的影片 那個規劃 你覺得這對觀光有幫助嗎 我覺得多多少少有 可是我看了一下 觀看點擊人數 我覺得效益就不是那麼好 那你看一下 第一集的時候是6571人 第二集是又下降4855人 第三集就1872人 第四集1200人 第五集615人 第六集1080人 以前可以說是跟以前的機會差很多 一下子就2萬人 最低還有5000人 這個數據 你說這樣子這麼少人看 你覺得有什麼對策嗎 跟議員報告 我是一個很重視數字管理的人 三四五集有時候是颱風 有時候是中秋連假 那沒有關係 就像議員有注意到第一季的狀況 第一季兩三萬人點閱是很正常的 其實他都會一直在累積當中 我們重複的加強推廣跟宣傳 其實也會增加他的曝光量 我謝謝議員有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議員你的臉書如果幫忙宣傳 我相信量一下就衝高了 我希望我給你建議 譬如說你找可以找陳金峰來代言 我簽不去啦 甚至你我上次也建議用QR Code的方式 加上桃園市的一個理念 讓人家掃描能觀看 這樣不是增加了點驗力嗎 對 謝謝議員的建議 這樣好像都沒有採納 我覺得很可惜 有啦有啦會 會齁 希望你加強啦 那剛才講到那個 我們一直講的颱風的上班上課的問題 真的是 那個9月28號的8點10分 就第一則內容 8點50分就又第二則內容 來火定的8點10分 那9點57分又再恢復第一則的新聞 所以這個方面就像我們萬元講的 真的是你只有發佈一次嗎 我只有發佈一次千真萬確 像這個內容幾乎都一樣 那你是不是也真的是要查一下 怎麼能可以網路可以亂發我們的新聞處一個通報 是不是你要查一下 我想我覺得我們內部是應該查一下 對 我覺得是應該查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處長你請坐好 好 謝謝 來 複密署長 是 議員 來 我們貴會的職責最重要是要列管這個 市長的重要證件的一個推動 市長已經執政了快兩年了 到目前我們市長的這個證件達成力到底有多少 有哪些是確定挑票 有哪些是未必能夠達成的 我看你應該很清楚 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大概最近市長剛剛講了 其實最難達成的鐵路地下化 這部分最近也都即將會有收獲成果 所以原則上都是可以百分之百的達成 都有百分之百能夠達成 這你講的 是 好 我們當然是以這個目標來做 但是是真的要用心 很努力去做 而且是真的有心 那我們市長報告中有提及 要推動 智慧園區展覽館空間情境的應用計畫 我不知道你這個有沒有 有 知道嗎 有 這個是 智慧城市計畫裡面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公有建築 特別是我們學校部門 各公家部門的部分 我們都會希望 就智慧園區的概念 第一步所有的公共的大的建築 兩億元以上的公共建築 我們全部都智慧建築 智慧建築只是建築物的本身 比如說我們現在土地公文化館 它就是符合智慧建築 那接下來下一步它內部的一些應用 針對便民服務的部分 針對管理的部分 我們會引進一些新的智慧的一些應用軟體 來使用 你的構想很好 到目前有具體的績效嗎 有 馬上那個土地公文化館 年底完成之後 就可以看到了 我希望你這種計畫 沒問題 這個專案每個案子都在督導 好 要拜託 那我們市民卡 繳費消費電子錢包的功能 我是覺得說 你何時可以走出桃園市 桃園市 這全省都可以用 不管是優惠卡 一卡通都可以 那市民卡的優惠廠商 也不應該只限於桃園市 這方面你們有做努力嗎 這個可以考慮 因為目前我們市裡面 才600多家也太少 那這一部分我們還會努力 優因還是需要再加強 包括跟信用卡的結合 這最近我已經跟 跟我們資訊中心跟相關的在研究 大概廠商也都有意願 可行的話 我們也會朝這方面來推 我希望這個是我們市民卡 推動一個最重要的 對 因為商家有這樣反應 對市民也是一個福利 外縣市也可以有很多特約廠商 我希望你由這方面來繼續努力 有有有 包括另外第三方支付的方式 我們也都會來納入考慮 好 副民主長辛苦你了 拜託 沒有沒有應該的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黃布淑江議員 以及吳春邦吳議員 以及許醫術席議員 劉盛全留言 共用18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先請只有要那個 劉主任 我是邱 邱俊敏 那個 工作說明裡面的第四頁 到第五頁之間 有關於補助款的部分 現在實行率已經到 您做到達到百分之九十 九十七嘛 是不是 九十五點七七 那請教一下那個 有八個案件 是呈現在一個非常 落後的進度裡面 這個八個 那個補助款是哪八件 請問那個劉主任 不是我邱俊敏 那在八件裡面當中 有沒有原住民的那個案件 是 有沒有 中央補助了將近十億點三億嘛 對不對 這麼多的經費裡面 你們的這個 這個落後的八件 八件案中 有沒有原住民的部分 議員指的是那個 基本設施的部分 基本設施的部分 是中央他基本設施補助款 十億點多億 我們列到我們年度的 各項工作計畫裡面去 原住民的部分應該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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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部分主要是教育 各項工作 也希望說你們那個 那個主任這邊 能夠趕快督促 趕快在年底之前 趕快完成好不好 有 這個都是在我們 年度的預算裡面的 工作項目 好 那請教 那請教那個 我們 張庶長 議員長 關於那個 新紅庶這個 這個區塊裡面 我認為 非常的腐爛 為什麼 動不動一個活動 就辦一個 一個記者會 動不動就辦一個 一個所謂的宣導 我不曉得說 這個效果怎麼樣 而且呢 而且呢 像昨天的活動裡面當中 活動當中 而我們沒有收到 任何的那個訊息 而是反而是 那個社團的理事長 用那個like 告訴我們有這個活動 我不曉得說這個 這個新聞處這個部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多島各局勢的一個 活動的那個行程 他的那個行程表 跟議員報告 這個記者會或活動 各局處都會主辦 其實新聞處很少在主辦活動 那議員 很多議員 反應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活動沒有收到的 通知 這個我來加強 記者會活動的一個宣導 是各個局處他們在辦理 是沒有錯 不過你們新聞處要做一個 一個那個監督啊 會我們會來整合 我也會要求各局處 那你告訴我好了 你提過一個調給本席 就是說 關於這個年度裡面 所有的活動 所有各局處的活動裡面 的一個行程記者會 總共有多少屆 從一月到現在的 九月底 好不好 我們會後 統整一下來提供 好 請坐 謝謝 張處長 議員長 議員長 我看了你第17頁 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裡面 我們 所謂的 你協助他們 處理這些案件 包括斷訊服務寬頻 染線 其中北建有線電視只有20件 北桃園有30件 南桃園有105件 那下面的 對於整個有線電視的服務品質及收視物 滿意度調查 整體滿意度 南桃園才54.48% 那接聽速度 就是說有斷訊 前往維修速度 只有60.42% 那為什麼南桃園的服務跟北建跟我們北桃園落差那麼大 你告訴我原因 我覺得第一個他們的服務的觀念要改變 那第二個是當然服務員 那是不是你督導的對象 是啊 那要怎麼改變 你有沒有具體的方案 我也不斷的要求他們加強這個能力 包括維修的跟客服的能力 那查查的工作我們也更積極的進行 那有什麼具體的 除了這些這樣子 輔導性的 有沒有具體的手段 可以讓他更加進步 我坦白說 在法規面我們能做的很有限 但是如果遇到能法的 我也不會手軟 不會手軟 我在這邊拜託一下 我們南桃園真的斷訓服務的速度 斷訓的次數 包括裡面太多要講的 包括這一個怎麼講 內容有線電視的品質內容 真的講都不能讓我們這個使用者 能夠心服口服消費起來 我請問你如果斷訓達多少時間 我們在月租費可以扣款 24小時 24小時可以扣多少錢 一天就是一天的價錢 然後超過十天 只有一天嗎 沒有加倍賠償損害嗎 定型化契約就是一天扣一天 但超過十天就是扣一個月 超過十天扣一個月 可不可以再嚴格一點 讓他們能夠 我剛剛講的具體的一個手段 就是嚴格一點 如果停訓一天 就要罰兩三天罰三倍 一般都是這樣子啊 我們買賣房子也是 有違約也是要罰兩三倍啊 我是希望你們這個案子 提到我們審議委員會去要求 好不好 這個我們可以來研究 這樣子才可以讓這一個已經趕不上進度 趕不上時代潮流的這個有線電視 能夠進步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另外我們 謝謝副秘密 我想請教一下喔 你強化市容查報系統 你要重新檢討 恢復這個時效 其實你做原考會 我是主委 我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你當副秘書長 對於整個市府的整個局勢的案件 其實是非常能夠熟悉 而且掌控中啦 掌握得住 那你這裡面 有寫105年8月1號起啊 為提升處理陳情案件之效率 及滿足民眾對於市府之期待 重新檢討處理時效 責定15項跟市民切身相關 且急迫性 時效性及可立即處理者 要求第一階段 須以一日內初步回應處理情形 無法在一日內修貨處理完畢者 在依案件性質進入到第二階段 並依指定期限回復 那裡面有15項裡面 其中我再請教你 路登護站 請問一天內嗎 你知道里長給我反應齁 一個月 那我現在要請教你 你這樣子的查核制度跟列管制度 是只有府內呢 還是整個全面性連區公所 包含各公所 包含各公所 四小時內查核 發生了一個月不能修復 或者一些列管案子 什麼一年多都沒辦法做的 很多案子 這個你這樣子的宣誓 你有沒有辦法執行到位 你告訴我 四小時之內回復派公 真正如果他一般損壞是兩天 陸限更換三天 陸限更換七天 我剛剛講一個月這樣子的你的考核 你的列管你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各公司主要是公所的全職 如果說他沒有按照這個規範來做的話 當然該懲處我們會懲處 會懲處嗎 我相信 會不會很明確 這樣子認真的人 才會認真做 陸雞摸狗的人 一樣領錢 一樣不用做事 這樣子的一個公務體系 是沒有辦法進步 沒辦法有效率的 所以拜託一下我們主委 好還要更好 我們已經有進步 可是我們要更好 這樣可不可以 提升我們整個市府的執行率 我相信重大建設包括陸屏陸燈 這些那個什麼植草災啊 露宿植草 檢草啊 拜託一下這個也沒做好 拜託一下列管 我們認真去做好不好 我們讓我們市府的效率更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我們新聞處長 徐玉圓長 你看這個我們黃副塑香大姐 罵到時間都超過 你就知道這個 鄭文燦市長這做的不怎麼樣 我還是一樣 延續一下剛才講的這個 尤其這個民眾啊 讓他們最詬病的 就是這個南桃園 我請問一下 南桃園我們有沒有關股啊 沒有 沒有關股 怎麼可能 沒有關股怎麼可能 我們每個月的那個 那個收的那個費用啊 居高不下 是為什麼 全國的這個 這個有線電視都已經降到喔 這個很低了 但是就是桃園縣的這個費用這麼高 講一下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是六度第三 那我剛剛也反覆不斷講過 在數位實驗區在滿意度沒有達標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依照費率委員會去年做的附帶決議喔 現在正在演你降價的方案 會提到費率委員會 去年不是就已經很多同事都知道啊 去年就已經要求要降啊 也同意啊 去年費率委員會 他們希望說我們推動全數位化最後一個里程 費率委員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是由專家學者所組成的 專家學者有沒有股 沒有股 沒有股東 沒有股東 那為什麼效率這麼差啊 他們效率其實滿好 而且在學界在業界都很權威 所以喔這個專家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啊 在剛才您提到的 法能夠規範的部分 畢竟啊有限嘛 是不是 但是很多東西現在都是民眾的觀感 跟民眾的荷包啊 這個問題就關係重大啦 當然 那你今天南桃園 他是一個收費的一個營利的單位 對不對 那很多在地方上 包括很多的水溝 現在還有沒有在搭這個水溝 他們的縣啊 他們有沒有去 他們掛 側溝附掛是水溝局受理的 所以這個請副市長來瞭解一下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南桃園在地方上來講啊 其實我們都盡量配合他 因為這也是民生的一種嘛 但是呢 他在這個收費上 對我們政府跟民眾來講 是非常不友善的 因此如果說 他們收費這個部分 他一直都要居高不下的時候 我們站在政府的立場上 也要適時的 對不對 有一些籌碼可以跟他們談判啊 不可以讓他與虛與窮嘛 是不是 現在這個行業幾乎就是 已經壟斷了嘛 對不對 因為錢淵貨啦 不好的東西 是啊 所以說你看那個放的那個片子 對不對 那一個洋片 或者一個國片 一放 就放幾百次 都還是那些大爛片 對不對 我們政府難道對這個都沒有話講 拼命的花錢在做廣告 但是在這個民眾每天要看的 這個節目的品質 就是這麼差 我們新聞處竟然一點點立場 可以來要求他們都沒有 我認為這樣的政府 衛免就太沒有立場 太懦弱了吧 有啦 還是要加強 所以我們會勸討 不過頻道商跟系統商是兩回事 是沒有錯嘛 對不對 系統跟頻道 那是你的專業啊 但是民眾他不會這樣想 你懂嗎 系統要找哪個單位 頻道要找哪個單位 政府只看他說 這個南桃園是誰管的 就是新聞處嘛 是不是 你們有管道啊 包括中央啊 怎麼樣去協調 我們都會去協調 是不是 去要求嘛 請他們改信嘛 好不好 這個東西真的 民眾反應太 真的 尤其常常那個很斷訓 我們民眾 好像都是帶窄的羔羊 斷訓就斷訓 拿他沒皮條 怎麼會有這樣的政府 對不對 如果我們在這個 他們那種傲慢 跟他們那種效率 跟他們節目品質 那麼差的情形之下 斷訓還是一樣要繳這樣的錢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 這個政府一定是官商勾結 我很明白的告訴你 這就是民眾的觀感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你們啊 真的好好的要求 好不好 好 謝謝請坐 謝謝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那個 大議員 他的今天的那個問題 比較多 請他先發言 我要留時間給你們 不用 謝謝 謝謝那個 許舒適議員 處長 議員長 老實在 2016全台吉祥物PK站 是誰主辦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主辦 大概六月的時候 我們接到邀請卡 對不對 下戰帖來 對 那剩下一天 還剩下兩天 投票到明天中午 網路投票到明天中午 到明天中午 目前呢 目前成績 目前網路投票第二名 前天去高雄參加花車遊行比賽 那成績應該禮拜四會宣布 所以他網路投票佔幾% 網路投票佔40% 那現場那邊佔60%嗎 對 遊行佔60% 好 那所以說 網路投票就算是第一名的話 也未必會是第一名 對不對 好 那因為我昨天晚上看一下 目前我們的票數 大概是過五萬 那從第四名 因為你的網軍也很多 我沒有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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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肯定你 你不要我還沒講完 你就認為說我要罵你 這樣子的話 沒得人疼 我本來是要肯定你 但是現在 如果說 我要說 我們的市府網軍很多 大家很認同 然後把它灌票灌到 五萬兩千多 那也很正常 今天早上我看一下是 五萬兩千四百七十二票 那也很正常 我又不是罵你說宣導不夠 為什麼才五萬多 你應該要破六萬 那台北市的什麼 新北旅客 小客 沒有人在管它 晚上就衝到五萬八 那新北市 我那個柯文哲 現在焦頭爛耳 結果他的熊站 也衝到 一個晚上就衝六千票起來了 所以說大家都還在加油 那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十月一號的遊行 有一個亮點 是什麼亮點你知道嗎 欸 議員請說 沒有我問你啊 你怎麼會反問我 你說我們的亮點喔 對啊我們 我們十月一號去高雄 我們這次跟華航還有可口可樂 還有巧克力共和國合作 華航的CI BEAUTIES 跟我們一起表演 現場 也感謝可口可樂 跟巧克力共和國 提供我們 可口可樂跟七七乳家 巧克力現場發給民眾 好謝謝 因為你在六月份的時候 誠信誇下海口說 如果沒有得獎的話 不要回來 那我是認同你 但是得什麼獎 最佳設計獎還是安慰獎 很多獎項 你所謂的沒有得獎 不要回來是第一名 還是第二名 還是全三名 他的評選是前三名 兩組各取前三名 所以你所謂的沒有得獎 不要回來就是前三名 是不是 對啊希望是這樣 誰不要回來 阿桃不要回來 還是袁哥不要回來 還是兩個都不要回來 我看乾脆連我都不要回來 兩個都不要回來 這種教育就錯誤 我有四個小孩的老爸 我如果跟我們四個小孩這樣說 沒有人要理我啦 懂不懂 懂 不是用那麼強勢的方法 我們一定要要去行銷嘛 好 像十月一號你在高雄的那個行銷 我就覺得個人覺得很失敗 那天我去民視看到 很失敗 整個只看到中華航空公司的空姐 一個大亮點在那邊跳舞 整個只看到中華航空公司 他的商業識別mark 在那裡 我們桃園的示威既然不見了 我們的阿源 我們的阿桃跟袁哥 在樓下走 結果空姐是在火車上大小 搞到最後 大家還以為是華航在主辦 人家認為說 阿桃園哥不是華航的 不是桃園市政府的 這點你一定要去檢討 這一點讓人家看起來 我剛剛看了一下 那既然贊助單位是可可可樂 可可可樂阿 咖啡共和國還有華航 那禮拜我們花多少錢 我們不用花錢嗎 不用阿 阿不對阿 阿不用花錢搞到場面好像別人的 這樣沒道理 有時候該花的時候要花 我要鼓勵你 改開的時候要開啦 剩下一天然後那個評比出來 真的有可能不用回來啦 好 來 剩下一分鐘 劉議員長 研考會 在這邊大概跟你講一下 因為你這裡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KPI 這是績效指標 那在上年度為什麼 南坎國中的部分執行率只有 104年度執行率只有16.46% 南坎國中的部分 一文專科大樓工程總工程費3億 分三年 執行率才16.46% 教育局在工程上面確實掌握進度上 比較不理想 你們在講光話 不是這樣啦 是因為發包 他發包流標了三次 你還進入狀況 然後上次我在講的 我們這個老舊校舍的部分 我質詢說 防震力不足 老舊校舍 都在54年 中共的情況也不會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梁維超梁議員 魯明澤魯議員 蘇水林書議員 共30分鐘請發言 謝謝 請一下我們邱帶主委 副委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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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不會待會兒請副主委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代理 9月13 9月13 當代理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剛講說 市長的重大的施政 完成率幾乎到百分之百 我記得我們去年在議會審議預算的時候 我們這個